以赛亚书第一章 在乌西亚约坦 亚哈斯和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看见异象 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 诸天啊 要听 大地啊 要留心听 因为耶和华说 我把孩子养育 使他们成长 他们却背叛了我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草 以色列却不认识我 我的子民不明白我 唉 犯罪的国 罪孽深重的子民 邢恶的子孙 败坏的儿女 他们离弃的耶和华 藐视以色列的圣者 他们转离了他 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 还要受责打吗 你们整个头都受了伤 整个心都发昏了 从脚掌到头顶 没有一处是完全的 尽是创伤 鞭痕和流血的伤口 没有起干净伤口 没有爆炸 也没有用高油滋润 你们的土地荒凉 你们的城镇被火烧毁 你们的田地 在你们面前给外族人侵吞 被外族人倾覆之后 就荒凉了 尽存的西岸居民 好像葡萄园中的草棚 瓜田里的茅屋 被围困的城镇 若不是万君之耶和华 给我们留下一些生还者 我们早已像索多玛 俄摩拉一样了 你们这些索多玛的官长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这些俄摩拉的人民啊 要侧耳听我们神的教训 耶和华说 你们献上众多祭物 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公民羊的繁迹 和肥处的脂肪 我已经够了 公牛羊羔和公山羊的血 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的时候 谁要求你们这样 践踏我的院子呢 不要再带 没有意义的贡物来了 烧献祭物的香气 也是我厌恶的 我厌烦月朔 安息日和己会 做罪孽又守严肃会 是我不能容忍的 你们的月朔和制定的节旗 我心里恨恶 他们都成了我的重担 我已承担的不耐烦了 所以你们张开双手的时候 我必掩掩不看你们 即使你们多多祷告 我也不听 你们的手都沾满血腥 你们要洗涤自己 洁净自己 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 要停止作恶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指责残暴的人 替孤儿申冤 为寡妇便屈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眼 必白如羊毛 你们若愿意听从 就必得吃地上的美物 你们若不听从 反而悖逆 就必被刀剑吞灭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那忠贞的城 怎么会变成妓女 他从前充满公平 有公义居在其中 现在却有凶手居住 你的银子变成了渣子 你的酒用水掺混 你的官长存心悖逆 与盗贼同伙 人都贪爱贿赂 追索丝绸 他们不替孤儿申冤 寡妇的案件 也沉不到他们面前 因此 诸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大能者说 唉 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 向我的仇敌报复 我必把手转过来攻击你 我要练除你的渣子 如同用剑来练一样 我要除去你的一切杂质 我必恢复你的审判官 像起初一样 也必恢复你的谋事 像起先一般 以后你必成为公义的城 忠贞的城 喜安必因公平蒙救赎 城中悔改的人 也必因公义蒙救赎 但悖逆的和犯罪的 必一同灭亡 离弃耶和华的 也必灭亡 你们必因你们 所喜爱的橡树爆溃 必因你们所选择的 原子蒙羞 因为你们必像一棵叶子 凋落的橡树 又如一个缺水的原子 有权势的 必如麻絮 他所做的 好像火星 都要一同焚毁 没有人能扑灭 以赛亚书第二章 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得到末世 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 在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 必被监力 潮湖众山 必被高举 过于万岭 万国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多国的人前来说 来吧 我们上耶和华的山 登雅各神的殿 他必把他的道指教我们 我们也必遵行他的路 因为迅悔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话 必来自耶路撒冷 他要在列国施行审判 为多国的人断定是非 他们必把刀打成梨头 把矛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 雅各家 来吧 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 耶和华 你离弃了你的子民雅各家 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迷信 和占卜的人 像费利士人一样 并且与外族人挤掌交易 他们的地满了金银 他们的财宝没有穷尽 他们的地满了马匹 他们的车辆也无数 他们的地满了偶像 他们敬拜自己双手所做的 就是他们的指头所做的 被见人向偶像扶手 尊贵人也降卑 所以不可饶恕他们 要进入岩洞 藏在泥土中 躲避耶和华的惊吓 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 眼目高傲的人必降卑 性情骄傲的人也必扶手 唯独耶和华被高举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 必有一日要攻击一切骄傲的 狂妄的和所有高抬自己的 他们都要降卑 又要攻击黎巴嫩所有 高大的香薄树和巴山 所有的橡树 又攻击所有的高山 和所有的峻岭 攻击每一个高台 和每一道坚固的城墙 攻击所有踏实的船只 和所有美丽的船 人的高傲必变为谦虚 人的狂妄都必降为卑微 在那日 唯独耶和华被高举 偶像却必全然消逝 耶和华起来 是大地震动的时候 人必进入石洞 进入土屑 躲避耶和华的惊吓 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 人必把那些自己所作 攻自己敬拜的金偶像 和银偶像 抛给田鼠和蝙蝠 这样 当耶和华起来 大地震动的时候 他们就能进入磐石缝中 和岩石系里 躲避耶和华的惊吓 和他威严的荣光 你们不要倚靠世人 他的鼻孔里 只有一口气息 他实在算得什么呢 以赛亚书第三章 看哪 主万军之耶和华 快要从耶路撒冷和犹大 除掉人所倚靠的 和所倚赖的 就是众人所倚靠的粮 众人所倚赖的水 除掉勇士和战士 审判官和先知 占卜的和长老 五十夫长和尊贵的人 谋士和有记忆的工人 以及精通法术的 我必是孩童做他们的领袖 是婴孩管辖他们 人民必互相压迫 人欺压人 也欺压自己的灵社 年轻人要欺凌老年人 卑贱人必欺凌尊贵人 人若在父家里 拉住自己一个兄弟说 你有一件外衣 你就做我们的官长吧 这败露的事就归你的手处理 那时 那人必高声说 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 因为我家里没有粮食 也没有外衣 你们不要立我做人民的官长 耶路撒冷败落 犹大倾倒 是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 都敌对耶和华 惹怒了他那充满荣光的眼目 他们面上的表情 指正他们的不对 他们像索多玛一般 宣扬自己的罪恶 并不隐瞒 他们有祸了 因为他们自招祸害 你们要告诉义人 他们必得福乐 因为他们必想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 恶人却有祸了 他们必遭灾难 因为他们必按自己手所做的得报应 至于我的子民 孩童欺压他们 妇女管辖他们 我的子民啊 那引导你们的 使你们走错了路 并且混乱了你们所走的方向 耶和华起来辩论 站着审判人民 耶和华必审问他子民中的长老和领袖说 那吞进葡萄园的就是你们 从贫穷人那里掠夺的都在你们家中 主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为什么压迫我的子民 搓磨贫穷人的脸呢 耶和华又说 因为西安的女子高傲 走路挺直景象 昧眼看人 翘步徐行 用脚发出叮当声 因此 主必使西安的女子 头顶长出秃窗 耶和华又使他们露出前额 到那日 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 法网 月牙圈 耳坠 手镯 蒙脸的帕子 头饰 脚环 滑带 香盒 扶囊 戒指 鼻环 美服 外衣 前袋 镜子 细麻衬衣 头巾 蒙身帕子 必有腐臭代替心香 绳子代替腰带 光秃代替美法 麻衣细腰代替美服 落痕代替美貌 你的男丁要倒在刀下 你的勇士必死在战场 西安的城门必悲哀酷嚎 西安被掠夺 成了一片荒凉后 必坐在地上 以赛亚书第四章 到那日 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 我们吃自己的饭 穿自己的衣服 只求你让我们归在你名下 使我们的羞辱可以除掉 到那日 从耶和华那里发生的苗 必华美荣耀 那地的果实 成为以色列那些 逃脱的人的夸耀和光荣 那时 西安余圣仍留在耶路撒冷的人 就是所有登记在耶路撒冷 活人名册上的 都必称为圣 主要用审判的灵 和焚烧的灵 把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 又把耶路撒冷中间的血腥洗净 然后 耶和华必在西安 全山之上 并会众之上 在日间创造云和烟 夜间创造有火焰的光亮 因为在一切荣耀之上 必有遮盖 也必有亭子 日间可以使人得印良 必炎热 也可以做避难时藏身之所 或做躲避狂风暴雨之处 以赛亚书第五章 我要为我所爱的唱歌 这歌是关于他的葡萄园 我所爱的人 有一个葡萄园 在肥美的山岗上 他把园子周围的泥土挖松了 捡去石头 栽种了上好的葡萄树 在园中建造了一座守望楼 又凿了一个榨酒池 他期望结出好葡萄 却结出野葡萄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 现在请你们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 断定是非吧 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以外 还有什么要做的呢 我期望他结出好葡萄 他为什么到结出野葡萄呢 现在我告诉你们 我要怎样处理我的葡萄园 我要把他的篱笆撤去 使他被吞灭 我要把他的围墙拆毁 使他被践踏 我要使他荒废 不再修剪 也不再耕耘 荆棘和吉林却要长起来 我也要吩咐云 不再降雨在园子上 因为万军之地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他喜悦的树就是有大人 他期望的是公平 但看到的只是流血的事 他期望的是公益 听到的只是哀叫声 那些使房屋连接房屋 使田地连接田地 以致不留余地的人 有祸了 你们只可以独居在境内 我听闻万军之耶和华说 必有许多房屋 变成荒凉 甚至那些又大又美的房屋 也没有人居住 十公顷葡萄园 指出二十二公升酒 二百二十公升谷种 只节二十二公升粮食 那些清早起来 追求浓酒 流连到晚上 以致因酒发烧的人 有祸了 在他们的言习上 有琴、色、手骨、敌和酒 但他们不理耶和华的作为 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 所以我的人民因无知被掳去 他们的尊贵人十分饥饿 他们的群众极其干渴 故此 因间扩张他的咽喉 张大他的口 没有限量 耶路撒冷城的荣耀 群众喧嚷的人 和在城中作乐的人 都要下到阴间 卑贱人俯首 尊贵人降杯 眼目高傲的也降杯 唯独万君之耶和华 因公平被高举 至圣的神 因公义显为圣 那时羊羔必来吃草 像在自己的草场一样 富裕者的荒场 被寄居着随意吃用 那些人虚假的绳索 牵引罪孽 又像用车绳拉罪恶的人 有祸了 他们说 愿他赶快迅速地成就 他的作为给我们看看 愿以色列的圣者 所计划的临近 愿他来到 好让我们知道 那些称恶为善 称善为恶 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 以苦为甜 以甜为苦的人 有祸了 那些自以为有智慧 自视为聪明的人 有祸了 那些勇于喝酒 又精于调和浓酒的人 有祸了 他们因受了贿赂 就成恶人为义 却把一人的权益夺去 因此 火蛇怎样吞灭 碎阶 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 照样 他们的根 必像腐朽之物 他们的花 必像尘土飞扬 因为他们弃绝 万军之耶和华的训悔 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话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 向他的子民发作 他伸出手来 击打他们 全山都震动 他们的尸体 在街上好像粪土 虽然这样 他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然伸出 他必树立其志 找一国的人 从远方而来 发出哨声 把他们从地级召来 看 他们必急速快奔而来 他们当中 没有疲倦的 没有绊倒的 没有打顿的 也没有睡觉的 他们的腰带没有放松 鞋带也没有折断 他们的尖锐力 所有的功都上了弦 他们的马蹄 看来像火石 车辆似旋风 他们的吼叫像母狮 他们的咆哮如幼狮 他们咆哮 攫取猎物 把他叼去 无人援救 到那日 他们要向以色列人 咆哮 像海浪的澎湃声一样 人若望着这地 就只见黑暗与灾难 光在云中 也成了黑暗 以赛亚书第六章 乌西亚王去世那年 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充满圣殿 在他上面有 撒拉服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他们彼此高呼着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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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引呼叫者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撼 殿也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 我有祸了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个 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 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 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 有一个撒拉服 飞到我面前 手里拿着烧红的炭 是用火钳从祭坛上取来的 他用炭沾我的口说 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唇 你的罪孽就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拆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他说 你去告诉这子民说 你们听了又听 却不明白 看了又看 却不晓得 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 耳朵不灵 眼睛昏暗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得到医治 于是我说 主啊 这要到几时为止呢 他回答说 直到城镇荒凉 无人居住 房屋空置无人 地土废弃荒凉 耶和华要把人迁到远方 在这境内 必有很多被撇下的地土 境内剩下的人 虽然只有十分之一 也必被消灭 但正如栗树和橡树 虽然被砍下 树的鱼干还存留在那里 这圣洁的苗翼 就是这国的鱼干 以赛亚书第七章 乌西亚的孙子 约坦的儿子 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日子 亚兰王利逊 和利玛利的儿子 以色列王比加 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却不能把他攻陷 有人告诉大卫加说 亚兰已经在 以法连里安营 王的心和人民的心 就都震动 像林中的树 被风摇动一样 耶和华对以赛亚说 你和你的儿子 施亚亚树出去 在上池的水沟尽头 就是在漂泊着 田间的大路上 去迎接亚哈斯 对他说 你要谨慎 要镇定 不要因亚兰王利逊 和利玛利的儿子 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 所发的怒气而害怕 也不要心里胆怯 因为亚兰 以法连和利玛利的儿子 舍恶谋要害你 说 我们可以上去攻打犹大 扰乱他 把他攻占过来 归我们所有 又在其中 立他比勒的儿子做王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计谋必立不住 也不能成就 因为亚兰的首都 是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的首领 是利逊 六十五年之内 以法连必定毁灭 不再成为一族之民 以法连的首都 是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的首领 是利玛利的儿子 你们若不相信 就必定不得监利 耶和华又告诉 亚哈斯说 你向耶和华 你的神求一个兆头 或求险在深处 或求险在高处 但亚哈斯说 我不求 我不试探耶和华 以赛亚说 大卫家 你们要听 你们使人厌烦 还算小事 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因此 主自己 必给你们一个兆头 看哪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要给他起名叫 以马内利 到他晓得 弃恶则善的时候 他必吃乳酪和蜂蜜 因为在这孩子晓得 弃恶则善之先 你所畏惧的那两个王之地 早就被弃绝了 耶和华必使灾难的日子 连到你和你的人民 以及你的父家 自从以法连脱离犹大以来 未曾有过这样的日子 就是亚述王的入侵 到那时 耶和华必发出哨声 把埃及河流尽头的苍蝇 和亚述地的疯子召来 他们都必飞来 落在荒谷中 岩石的血里 一切荆棘从中 和所有的草场上 到那日 主必用大河那边 租来的剃刀 就是亚述王 剃去你们的头发 和脚上的毛 并且剃进你们的虎须 到那时 一个人只能养活 一头母牛犊和两只母绵羊 因为出的奶多 他就可以吃卤酪 境内剩下的人 都要吃卤酪和蜂蜜 到那日 从前种一千棵葡萄树 价值一万一千四百克银子的地方 现在却成为荆棘和极梨生长之处 人到那里去 必须携带公和剑 因为遍地都是荆棘和极梨 以前所有用锄头挖掘的山地 你因为惧怕荆棘和极梨 都不敢上那里去 那里就成了放牛之地 羊群践踏之处 以赛亚书第八章 耶和华对我说 你拿一块大板 用通用的文字写上 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 我要叫两个诚实的见证人 就是乌利亚祭司和耶比利家的儿子 撒加利亚来为我做见证 我亲近的女先知 就是我妻子 她就怀孕生子 耶和华对我说 给他起名叫 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 因为在这孩子小得 喊叫父母已先 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卤物 必在亚述王面前被搬了去 耶和华又在告诉我说 这子民既然咽弃了西罗亚缓流的水 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 因此 主必使大河又强又大的水淋到他们 就是亚述王和他一切威荣 水必涨起来 高过所有的水道 水要泛滥 漫过所有的河岸 然后必冲入犹大 长意泛滥 直到景象 以马内利亚 他展开的翅膀 必遮遍你广阔的地图 列国之民 你们尽管作恶 但你们终必毁灭 所有在远处的人民 要留心听 你们尽管束腰吧 你们终必毁灭 你们尽管束腰吧 你们终必毁灭 你们尽管计划阴谋吧 这些终必失败 你们尽管提议吧 这些终必不能成立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托住我 教导我 不要走着子民所走的道路 他对我这样说 这子民所称为阴谋的 你们都不要称为阴谋 他们所怕的 你们不要怕 也不要畏惧 你们要尊万君之耶和华为圣 他是你们当怕的 也是你们当畏惧的 他必向信靠他的人做圣索 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 叠人的磐石 又向耶路撒冷的居民 做陷阱和网罗 许多人必在旗上半叠 扑倒 叠碎 并且陷入网罗被捉住 你要卷起律法书 在我的门徒中间 封住训悔 我要等候那 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 我要仰视他 看哪 我和耶和华赐给我的孩子 在以色列中 做预兆与奇迹 都是从住在西安山的 万君之耶和华来的 有人对你们说 要求问那些 娇诡的 核心巫术的 就是那些 难难信誉的人 一族之民 不应当求问自己的神吗 他们怎能为活人 求问死人呢 他们应当求问 神的训会合法度 他们若不照着这些 准则说话 就见不到曙光 他们必经过这地 受困魄 受饥饿 他们饥饿的时候 就恼怒 咒骂自己的王 和自己的神 他们仰脸向天观望 又俯视大地 只见困苦 黑暗 可怕的幽暗 他们必被赶入 幽黑的黑暗中 以赛亚书第九章 但那受过困苦的 必不再见幽暗 以前神使西部伦 和拿弗塔利地 被轻视 日后却要使他们 在沿海之路 约旦河外和外族人的 伽利利得着荣耀 行在黑暗中的人民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印之地的人 又光照耀他们 你使这国之民增多 又加添他们的欢乐 他们在你面前欢乐 好像收割时的欢乐一样 又像人在军分 战利品时的快乐一般 因为他们所付的恶 和肩头上的账 以及欺压他们的人的棍 你都折断了 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 因为战士在战争 宣扰中所穿的靴 和滚在血中的袍 都必烧毁 成了烧火的燃料 因为有一个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的名 必称为 奇妙的测世 全能的神 永恒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无穷无尽地增加 他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和公义使国 坚立稳固 从现在直到永远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全这事 主发出一个信息 攻击雅各家 信息落在以色列家 所有的人民 就是以法连和撒玛利亚的居民 都要知道这事 他们凭着骄傲和自大的心说 砖墙倒塌了 我们就用凿好的石头来建筑 桑树砍倒了 我们就用香薄树替换 因此 耶和华必兴起 力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 并且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 东有亚兰人 西有菲利士人 他们张开口来 要吞灭以色列 虽然这样 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 他的手仍然伸出 这人民还没有回转 归向那击打他们的万军之耶和华 也没有寻求他 因此 耶和华在一日之间 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和尾 宗之与卢尾 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 用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就是尾 因为那些领导这人民的 是他们走错了路 那些被领导的 都必一片混乱 因此 主不喜欢他们的年轻人 也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 因为他们个人都是不敬钱的 是邪恶的 个人的口都说愚昧的话 虽然这样 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 他的手仍然伸出 邪恶像火一般焚烧 唾灭荆棘吉离 连树林中的密丛也烧起火来 他们旋转上腾成了烟柱 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 地被烧毁 人民成了烧火的人料一般 没有人顾惜自己的兄弟 有人在右边切肉 仍然饥饿 在左边吞吃 仍然不饱足 个人竟是自己手臂的肉 马拿西吞吃伊法莲 伊法莲吞吃马拿西 又一起攻击犹大 虽然这样 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 他的手仍然伸出 以赛亚书第十章 那些制定坚恶律例的 和那些记录诡诈叛语的 有祸了 他们想借此驱往穷乏人的公义 剥夺我子民中困苦人的权利 使寡妇做了他们的略物 使孤儿做了他们的卤物 到降伐的日子 有灾祸从远方来到 那时你们要怎样行呢 你们可以向谁逃奔求助呢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财宝 撇在哪里呢 你们只能屈身在被掳的人中间 或是扑到在被杀的人中间 虽然这样 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 他的手仍然伸出 亚述啊 我怒气的棍子有祸了 他们手中拿着我愤怒的杖 我要拆派他去攻击一个不敬钱的国 吩咐他去攻击我恼怒的子民 掳去掠物 抢夺掳物 把他们践踏 像街上的泥土一样 但亚述并没有这样想过 他心里也没有这样打算 他心里倒想毁灭 剪除多国 因为他说 在我手下的众领袖不都是王吗 加勒罗不是像加基米斯吗 哈马不是像亚尔拔吗 撒玛利亚不是像大马士革吗 我的手伸展到这些充满偶像的国 他们雕刻的像 比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还多 我怎样对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 不也照样对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 主在西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全了他一切工作的时候 他必说 我要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所结的果子 和他眼目高傲的态度 因为他说 我靠着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行事 因为我很聪明 我挪移了列国的地界 抢夺了他们积蓄的财宝 并且我像个勇士般 使他们的居民全都俯伏下来 我的手伸到列国的财宝那里 好像抓到鸟窝一样 我取得了全地 好像人拾起背弃的雀弹 没有动翅膀的 没有张嘴的 也没有鸣叫的 斧头怎可以像用斧头砍木的人自夸呢 锯子怎可以像拉锯的人自大呢 好比棍能挥动那举起棍的 又好比杖举起那不是木头的 因此 主万君之耶和华 必打发令人消瘦的病 临到亚述王肥状的军人中间 在他的荣耀之下 必燃起火焰 如同火烧一样 以色列的光必变成火 他的圣者必成为火焰 在一日之间 把亚述王的荆棘和吉林 焚烧与吞灭 又把他树林和丰盛果园的荣美 全部灭尽 好像一个患病的人 渐渐虚弱一样 他临终剩下的树 树木必定稀少 连小孩子也能把他们的树木写下来 到那日 以色列的渔民和雅各家逃脱的人 必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 却要诚实地倚靠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那些渔民 就是雅各家的渔民 必回转归向大能的神 以色列啊 你的人民 虽然像海沙那样多 却只有余生的人可以归回 因为灭绝的事已经定了 公义必如洪水泛滥 主万军之耶和华 必在全地之中 做成一定的毁灭之事 因此 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的子民 西安的居民啊 亚述人虽然用棍击打你们 又像埃及一样举仗攻击你们 你们却不要怕他们 因为还有短暂的时候 我向你们发的恼怒就要完结 我的怒气要转向他们 使他们灭亡 万军之耶和华 必兴起鞭子攻击他们 好像在俄立盘石那里击杀米甸人一样 他的杖要升到海上 他必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 到那日 亚述人的重压 必从你们的尖头上挪开 他们的恶 必离开你们的景象 那恶 必因肥壮的缘故折断 亚述人来到雅业 经过米基伦 在密抹存放军队行装 他们过了爱口在迦巴住宿 拉玛人战惊 扫罗了基比亚人逃跑 加林的居民啊 高声叫喊吧 莱撒人和可怜的亚拿图啊 留心听吧 马德米那人逃跑 鸡饼的居民避难 就在今日 亚述王要停留在挪伯 他要挥拳攻击西安居民的山 就是耶路撒冷的山 看哪 主万军之耶和华 在可怕的震撼声中 把树枝削去 身量高的必被砍下 高大的必被罚倒 树林中的密丛 他必用铁器砍下 黎巴嫩的树木 必被大能者罚倒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从耶稀的树干 必生出一根嫩芽 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 必结果子 耶和华的灵 必停留在他身上 就是智慧的灵 和聪明的灵 谋略的灵 和能力的灵 知识的灵 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他不凭眼睛所见的实行审判 也不凭耳朵所听的断定是非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地上的困苦人 以口中的仗击打世界 以嘴里的气杀死恶人 公义必做他腰间的带子 信实必做他斜下的带子 财狼必与绵羊羔同住 豹子要与山羊羔同卧 牛犊、幼狮和肥畜必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必与母熊一同吃食 牛犊必与小熊一起躺卧 狮子就像牛一般吃草 吃奶的婴儿 必在毁舌的洞口玩耍 断奶的孩子 必放他的手在毒舌的穴上 在我整个圣山上面 这一切都不行伤害或毁灭之事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大地 好像海水覆盖海洋一般 到那日 耶稀的根必树立起来 做万族的旗帜 列国的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必大有荣耀 到那日 主必再用自己的手 赎回他子民中的渔民 就是从亚述、埃及、巴特罗、古石、以兰、士拿和哈玛 以及众海岛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国竖起旗帜 召去以色列被掳去的人 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了的犹大人 伊法连的嫉妒必消除 那敌视犹大的必被减除 以法连必不再嫉妒犹大 犹大也必不再敌视以法连 他们要向西非 铺在菲利士人的山路上 一起掳掠东方人 他们必把手伸到以东和摩押之上 亚门人必顺服他们 耶和华必使埃及的海湾干涸 他要用热风在大河之上挥手 他要击打他 使他分成七道之流 使人走过去 也不会把邪弄失 为着神的渔民 就是那些在亚述盛下归回的 必有一条大路给他们归回 正如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上来的日子一样 以赛亚书第十二章 到那日你必说 耶和华 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虽曾向我发怒 你的怒气却已转消 你又安慰了我 看哪 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依靠他 并不惧怕 因为耶和华 神是我的力量 我的师哥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你们要快乐地 从救恩的泉源打水 到那日 你们必说 要称谢耶和华 呼求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使他们谨记他那至高的名 你们要唱歌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做了极美的事 愿这是传遍全地 西安的居民啊 当喊叫唤呼 因为以色列的圣者 在你们中间是伟大的 以赛亚书第十三章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 得到关于巴比伦的末世 你要在光秃的山上竖起旗帜 向众人扬声挥手 叫他们进入权贵的门 我向我特选的军兵下了命令 我也呼召了我的勇士 就是那些骄傲自夸的人 去执行我在怒气中所要做的 听啊 山上有喧哗的声音 好像是众多的人民 听啊 有多国的人的嘈杂声 好像是列国聚集在一起 万军之耶和华正在数点军兵 预备打仗 他们从远地而来 从天边而来 就是耶和华和他恼怒的工具 要毁灭这全地 哀好吧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 这日子来到 好像毁灭从全能者那里来到一样 因此 个人的手都必发软 个人也必心惊胆战 他们都要惊慌失措 疼痛与痛苦必抓住他们 他们必绞痛 像生产中的妇人一样 他们在惊恶中彼此对望 面色像火焰一般 看啊 耶和华的日子快来到 必有残忍 愤恨与烈怒 使这地荒凉 使其中的罪人灭绝 天上的星星和众星座不再发光 太阳刚出来就变为黑暗 月亮也不再发光 我必因世界的邪恶施行刑罚 也必因恶人的罪孽 惩罚他们 我要使狂妄人的骄傲止息 使强暴人的狂傲降悲 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 使人比俄斐的金更稀罕 在万君之耶和华发怒的时候 就是我大发烈怒的日子 我要使天震动 大地必摇汗 离开本位 人必像被追猎的羚羊 又像无人招聚的羊群 各自归向本族 各自逃回本地 凡被追上的 必被刺死 凡被捉住的 必倒在刀下 他们的婴孩 必在他们眼前被摔死 他们的房屋 必被抢掠 他们的妻子 必被侮辱 看哪 我要激动马代人 来攻击他们 马代人不重视银子 也不喜爱金子 他们的弓箭 必射倒年轻人 他们不怜悯 妇人腹中的婴儿 他们的眼 也不顾喜小孩 巴比伦本是列国中的华美 是迦勒底人引以为傲的荣耀 必像神亲父的索多玛 俄摩拉一样 那地 必永远没有居民 世世代代 无人居住 阿拉伯人不在那里搭帐墓 牧羊人也不领羊群 躺卧在那里 躺卧在那里的 只有旷野的走兽 充满着他们房屋的 只有吼叫着的野兽 鸵鸟住在那里 野山羊在那里跳跃 财狼必在巴比伦的宫中呼嚎 野狗必在他们华美的殿里吠叫 巴比伦受发的时候临近了 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以赛亚书第十四章 耶和华联名雅各在拣选以色列 是他们安居在自己的国土上的时候 外族人必与他们联合 归属于雅各家 以色列人必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土去 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 得着这些外族人做扑币 也要掳掠那些掳掠过他们的 并且统治那些欺压过他们的 耶和华使你脱离痛苦 愁烦 被迫做的苦工 得享安息的日子 你必唱出这首诗歌来 讽刺巴比伦王说 欺压人的怎么止息了呢 强暴怎么止住了呢 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 和统治者的棒 就是那在愤怒中不住击打众民 在怒气中管辖列国 毫无意志地施行迫害的 现在全地都平静安息 个人都发声欢呼 连松树和黎巴嫩的香薄树 都因你欢乐说 自从你躺下以后 再没有砍伐的人 上来砍伐我们了 地下的阴间因你震动 并迎接你的来临 又因你而唤醒了 所有曾在地上 做过领袖的阴魂 又是所有曾在列国中 做君王的都离位站起来 他们都必答话 对你说 你也变为衰弱 像我们一样吗 你也与我们相似吗 你的威势和你的琴瑟音乐 都被带下阴间了 你下面铺的是虫 上面盖的是躯 明亮之星 清晨之子啊 你怎么从天上坠落 你这寝负列国的 怎么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居我的宝座 到神的重心之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云的高处 我要使自己 像那至高者一般 然而 你却被抛下阴间 落到坑中的极处 那些看见你的 都必定睛看你 他们必注视着你说 那使大地震动 使列国摇旱 使世界如同荒野 轻覆城镇 又不释放囚犯的 就是这人吗 列国的君王 都在荣耀中安睡 各在自己的坟墓里 但你要从你的坟墓中 被竹出 好像一根被咽弃的树枝 你被那些 遭刀剑所杀的人掩盖 就是那些被抛到坑中 石头那里的人 你就像一具 遭人践踏的尸体 你必不得与别的君王同葬 因为你败坏了你的国 杀戮了你的人民 愿那些恶人的后裔 永远不被人提说 因为他们的祖宗犯了罪孽 你们要为他的子孙 预备屠杀之处 不要让他们兴起来 占有地土 在世上布满城镇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必兴起攻击他们 把巴比伦的名号 所剩余的人 以及后裔子孙 都一同剪除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巴比伦 被建筑所占 又使他变为泥沼之地 我必用毁灭的扫帚 把他扫进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起了誓说 我怎样想 事就怎样成就 我怎样计划 事就怎样立定 就是在我的地上粉碎亚树人 在我的山上践踏他们 他们所加的恶 必离开以色列人 他们所加的重贷 必离开以色列人的肩头 这就是对全地所定的旨意 就是向列国伸出的手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决定的是 谁能阻拦呢 他的手伸了出来 谁能使他收回呢 亚哈斯王去世的那一年 有以下的末世 非利是全地啊 不要因为那击打你们的杖 折断了就欢喜 因为从蛇的根 必生出毒蛇来 他所生的是会飞的蛇 最贫寒的人必有食物吃 贫乏人必安然躺卧 我必用饥荒毁灭你的根 你余生的人必被饥荒所杀 城门啊 要哀嚎 城镇啊 要呼叫 非利是全地啊 要战力发软 因为有烟从北方来 在他的航武中 没有离队逃走的 人要怎样回答外族的使者呢 要说 耶和华建立了西安 他子民中的困苦人 必在其中避难 以赛亚书第十五章 关于摩鸭的末世 一夜之间 摩鸭的牙尔受到蹂躏 就灭亡了 一夜之间 摩鸭的基尔受到蹂躏 也灭亡了 他们进入房子 又往底本 上到高处去哭泣 摩鸭人为尼波和米底巴哀嚎 个人头上都光秃 胡须剔静 他们在街上都要树马步 在房顶上 在广场上 个人都哀嚎 流泪痛哭 西石本和以利亚利 都呼喊 他们的声音 达到哑杂 因此摩鸭佩戴武器的人 大声呼叫 个人的心都战惊 我的心为摩鸭哀嚎 他的逃民 一直去到索尔 如同一头三岁大的聘牛 要挣脱苦恶 他们登上鲁西的山坡 随走随哭 他们在和罗念的路上 发出灭亡的哀嚎 因为凝临的众税都已荒凉 青草枯干 嫩草灭墨 完全没有青绿之物 所以他们把所得的 和所积蓄的财富 都带过了柳树溪 哀嚎的声音 传遍了摩鸭四镜 爱生直达以基连 又传到比尔以林 底门的水充满了血 我还要把更多的灾祸 加给底门 使狮子临到摩鸭逃难的人 和那地余下的人中间 以赛亚书第十六章 你们要把羊羔送给那地的掌权者 从希腊经过旷野 送到西安居民的山 摩鸭的居民在雅难渡口 像游荡的飞鸟 又像被赶出潮窝的鸟儿 求你给我们献谋略 做裁判 使你的影子在五间如同黑夜 把被赶逐的人隐藏起来 不可出卖逃亡的人 让磨压那些被赶逐的人 与你同住 求你做他们的隐秘处 使他们脱离毁灭者的面 勒索人的必要中止 毁灭人的也将止息 欺压人的必从这地灭绝 必有一个宝座在此案中建立 必有一位凭信使坐在上面 就是在大卫的帐篷里 他必施行审判 寻求公平 并且迅速行公益 我们听说过摩鸭的骄傲 十分骄傲 也听说过他的狂妄 骄傲和愤怒 他那浮夸的话都是虚假 因此摩鸭人必哀哭 个人一同为摩鸭哀哭 摩鸭人又要为吉尔哈列社的葡萄饼 哀叹忧伤 因为西石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 都摔残了 他们美好的枝子 曾醉倒了列国的君主 他的嫩枝直达雅蟹 蔓延到旷野 又向外伸展 越过沿海 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爱哭 像雅蟹人的爱哭一样 西石本和以利亚利亚 我要用眼泪浸透你 因为有呐喊的声音 临到你夏天的果子 和你收割的庄稼 欢喜快乐 都从肥美的田地中被取去了 葡萄园里 必再没有歌唱 也没有欢呼 踹久的不能在榨酒池里 踹出酒来 我止息了欢呼的声音 因此 我的心肠为摩押哀鸣 又如琴瑟 我的肺腑也为吉尔哈列社哀哭 到那时 摩押人虽朝见他们的神 虽在高处弄得疲乏不堪 又到他们的圣所去祷告 却总不得亨通 以上是耶和华从前论到摩押所说的话 但现在耶和华宣告说 三年之内 按照故宫的年数 摩押的荣耀和他所有的群众都必被藐视 余下的人比稀少 唯不足道 以赛亚书第十七章 关于大马士革的末世 看哪 大马士革快要被废弃 不再是一个城市 它必变作废墟 亚罗尔的城市必被撇弃 成为牧放羊群之处 羊群必在那里躺卧 没有人惊扰他们 伊法连的堡垒必失去 大马士革的国权也必消逝 亚兰的渔民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一般消灭 这是万钧之一和华说的 到那日 雅各的荣耀必衰落 他肥胖的身体必消瘦 就像收割的人收据庄稼 用手割取穗子 又像人在立伐阴谷 拾取遗落的穗子 虽然其中有少许一下的穗子 却好像橄榄树被打过一样 在树顶上只剩下两三个果子 在那本世多结果子的果树之上 只留下四五个果子 这是一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 到那日 人必仰望他们的创造主 他们必亲眼看见以色列的圣者 他们必不仰望自己双手所做的祭坛 也不再看着自己指头所做的 无论是亚瑟拉或是湘坛 到那日 他们那些因以色列人而撇弃的坚固城 必向树林中和山顶上被撇弃的地方 这样地就荒凉了 因为你忘记了那拯救你的神 又不纪念那做你避难所的磐石 所以你虽然栽下加美的树秧子 种下一种的幼苗 又在你栽种的日子里细心地在周围圈上篱笆 到早晨又使你所栽种的开花 但在愁苦与极度伤痛的日子里 所收割的就只有一小堆 唉 许多民族在喧哗 他们喧嚷好像海浪澎湃 列国在咆哮 他们吼叫好像洪水奔流 万族怒嚎好像众水涌流 但神必斥责他们 使他们远远逃跑 他们又被追赶 如同山上风前的康比 又像暴风前的尘土卷动 在晚上又惊恐 未到早晨 他们就没有了 这是那些抢夺我们的人所得的份 是那些略解我们的人应得的报应 以赛亚书第十八章 五十河外船只彼此碰撞 向生四起之地有祸了 这就是那经常拆派使者 在水面上乘坐葡草船渡海的地方 去吧 快行的使者到那身躯高大皮肤光滑的国去 到一个远近都为人所惧怕的民族那里去 这国是强盛和践踏人的 他们的地有河流把地分开 世上所有的居民住在全地上的人啊 山上竖起旗帜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 号角吹响的时候 你们要聆听 耶和华这样对我说 我要从我的居所安静观看 像日光中闪烁的热气 又像收割时的热气中有露水的云彩 因为在收割以前 花垒开尽 花朵也成了僵熟的葡萄之石 他就用镰刀削去嫩枝 又砍掉蔓延的枝子 他们都要撇下给山间的质鸟 和地上的野兽 质鸟必吃他们来度过夏天 地上的柏兽必吃他们来度过冬天 到那时 这个身躯高大 皮肤光滑的国 就是远近都为人所惧怕的民族 强盛和践踏人的国 他们的地有河流把地分开 他们必把礼物带来给万君之耶和华 就是奉到喜安山 万君之耶和华地他名的地方 以赛亚书第十九章 关于埃及的末世 要求问偶像 念兽的 娇诡的 和行巫术的 我必把埃及人交在残暴的主人手中 凶猛的君王要管辖他们 这是主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海中的重水必干透 河床必枯竭干涸 河道必发臭 埃及种河流的水必消退干涸 魏姿和卢笛都必枯萎 尼罗河旁 尼罗河口的草田 以及沿着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 被吹散不再存在 打鱼的人必哀嚎 所有在尼罗河上垂吊的必悲伤 那些在水面上撒网的必灰心难过 那些用梳好的麻来仿杀的和那些纸白布的都必羞愧 埃及的柱石必被打碎 所有受雇的工人也必心里忧愁 所安的领袖非常愚昧 法老那些最有智慧的谋士所愚算的都成为愚昧 你们怎能对法老说 我是智慧人的儿子 是古代君王的后裔呢 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 万君之耶和华向埃及锁定的旨意是怎样的 就让他们告诉你 使你知道吧 所安的领袖都变为愚昧 挪福的领袖都受了欺骗 那些在埃及支派中做防角石的 使埃及人走错了路 耶和华让歪曲的灵掺入埃及当中 以致他们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谬误 好像最久的人呕吐的时候 东到西弯一样 无论是头或尾 宗之或芦苇所做的 都不能为埃及成就什么事 到那日 埃及人必像富人一样 他们必因万君之耶和华 在埃及之上挥手而战惊恐惧 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 无论谁向埃及人提起犹大帝 他们都惧怕 因为这是万君之耶和华 向埃及所定的旨意 到那日 埃及地必有五座城的人 说迦南的方言 又指着万君之耶和华启示 必有一座城 称为毁灭城 到那日 在埃及地 必有一座献给耶和华的祭坛 在埃及的边界上 必有一根献给耶和华的柱子 这都要在埃及地 做万君之耶和华的记号和证据 埃及人因受人欺压 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 他就拆派一位拯救者 和维护者到他们那里 他必拯救他们 耶和华必被埃及人认识 到那日 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 他们也要用祭物和贡物来敬拜他 并且向耶和华许愿还愿 耶和华必击打埃及 既击打 又医治 他们就回转归向耶和华 他必应运他们的祷告 医治他们 到那日 必有一条从埃及通往亚树的大道 亚树人要进到埃及 埃及人也要进入亚树 埃及人要与亚树人 一同敬拜耶和华 到那日 以色列必与埃及和亚树 一起成为地上列国的祝福 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 我的子民埃及 我守的功成亚树 我的产业 以色列 都是有福的 以赛亚树第二十章 亚树王撒尔根 才派统帅去亚石图的那年 那统帅就攻打亚石图 把城占领 那时 耶和华借着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说 你解开你腰间的麻布 脱去你脚上的鞋 以赛亚就这样做了 露体赤足行走 耶和华说 我的仆人以赛亚 怎样露体赤足行走了三年 做攻击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和兆头 亚树王也必照样把埃及的俘虏 和古时被放逐的人带走 无论老少都露体赤足 露出下体 使埃及蒙羞 以色列人 必因他们所仰望的古时 和他们所夸耀的埃及 惊慌羞愧 到那日 这沿海的居民必说 看哪 我们所仰望的 就是我们为着脱离亚树王 逃往投靠的 也不过是这样 我们又怎能逃脱呢 以赛亚书第21章 关于海旁旷野的末世 有敌人从旷野 从可怕之地而来 好像南地的暴风猛烈扫过一般 我被指示去看一个惨酷的异象 那行诡诈的 仍然行诡诈 那行破坏的 仍然行破坏 以兰啊 上去吧 马带啊 围攻吧 我要使一切叹息止住 因此 我满腰疼痛 痛苦抓住我 好像产妇的痛苦一样 我脚痛弯腰 只听不见 我惊慌只看不到 我的心迷糊 惊恐威吓着我 我所爱慕的黄昏 竟使我战惊 他们摆设沿席 铺张地毡 有吃有喝 领袖们 起来吧 用油抹进盾牌 因为主这样对我说 你去设立守望的 叫他把所看见的报告出来 他一看见既兵一队一队而来 又有驴队和骆驼队 他就要留意 非常留意 后来守望者 向狮子般吼叫着说 主啊 我每日不断站在守望楼上 每夜立在我守望的岗位中 看啊 有一队寄兵来了 马兵一队一队而来 又有人答话说 青岛了 巴比伦青岛了 他所有钓科的神像 都被打碎在地上了 我那被打的河架 我河场上的鼓啊 我从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那里听见的 都告诉你们了 关于以东的末世 有人从西尔呼叫我说 守望的 黑夜还有多长 守望的 黑夜还有多长 守望的说 早晨到了 黑夜也会再来 你们若要问 就尽管问 也可以回头再来问 关于阿拉伯的末世 抵旦的商队啊 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森林中住宿 提马地的居民啊 要拿水来给那些口渴的 拿饼来接待那些逃难的 因为他们逃避的刀剑 以出鞘的刀剑和上了弦的弓 以及严重的战祸 主对我这样说 按照故宫的年数 一年之内 击达的一切光荣 都必化为乌有 弓箭手 剩余的人数 就是击达人的勇士 必定很少 这是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说的 以赛亚书第22章 关于异象谷的末世 你们发生了什么事 以至你们都上了房顶呢 你这充满喧哗 烦消 欢乐的城市啊 你们中间被杀的 并不是被刀剑所杀 也不是在战场上阵亡 你们所有的官长 都一起逃跑 他们因没有弓箭 而被俘虏 你们中间所有被找到的 都一起被俘虏 虽然他们已逃到远方去 因此我说 要转开你们的眼 不要望着我 让我痛哭吧 不要因我人民的毁灭 而积极安慰我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 是异象谷有惊恐 践踏混乱的日子 城墙被拆毁 哀声传到山上 一栏拿着箭带 并有战车 步兵和寄兵 集而亮出盾牌 你家梅的山谷都布满战车 又有寄兵在城门前列阵 他挪去犹大的屏障了 到那日 你就仰望森林仓库里的武器 你们看见大卫的缺口很多 就储存下池的水 你们又数点伊路撒冷的房屋 把房屋拆掉 用来兼顾城墙 你们又在两道城墙之间 造一个水池 用来承载旧池的水 你们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 也不顾念远古以来 计划这事的神 到那日 主万君之耶和华 叫人哭泣哀嚎 剃光头发 穿上马布 看哪 人还是欢喜快乐 宰牛沙羊 吃肉喝酒 说 我们吃喝吧 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 万君之耶和华 亲自启示我说 直到你们死的时候 这罪孽也不得赦免 这是主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主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去见这掌管库房的 就是总管舍伯纳 对他说 你在这里有什么权利呢 你在这里有什么人 竟在这里为你自己造坟墓 就是在高处为自己造坟墓 在磐石中为自己造出安身之所呢 看哪 勇士啊 耶和华将要猛烈地抛直你 他必把你紧紧抓住 把你卷了又卷 卷成球状 然后直到宽阔之地 你必死在那里 你那华美的战车也在那里 你成了你主人之家的耻辱 我必隔除你的官职 从你的原位上把你拉下来 到那日 我必召希勒家的儿子 就是我的仆人以利亚进来 我会把你的外袍给他穿 把你的腰带给他细紧 把你的权柄交在他的手中 他要做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家的父 我必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 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 我必建立他 像钉子定在稳固的地方 他必做附加荣耀的宝座 他附加所有的荣耀 他的儿女和子孙 以及各样小器皿 从碗子到瓶子都挂在他身上 万军之耶和华说 到那日 那钉在稳固地方的钉子必垂下来 被砍断坠落 那挂在上面的担子必被砍掉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第23章 关于推罗的末世 踏实的船只要哀嚎 因为推罗被毁灭了 再没有房屋 也不能再做港口 这消息是他们从塞浦路资地得来的 沿海的居民就是靠航海致富的西顿商人 要静默无言 在大水之上 西河的古物 尼罗河的庄稼 都是推罗的收益 推罗成了列国的市场 西顿啊 要惭愧 因为大海说过 就是海上的保障说过 我没有受过产痛 也没有生产 我没有养大过男孩 也没有抚养过童女 这消息传到埃及时 埃及人就为推罗这消息非常伤痛 你们要过到他市去 沿海的居民啊 要哀嚎 这就是你们欢乐的城吗 他的起源素自上谷 他的脚把其中的居民带到远方去寄居 谁策划这事来攻击推罗呢 他本是次人冠冕的城 他的商人是王子 他的商谷是世上的尊贵人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旨意 要凌辱那些因荣媚而又狂傲 使地上所有的尊贵人被藐视 踏实的居民啊 要像尼罗河一般流遍你的地 再没有限制了 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 使列国震动 耶和华又发出一个关于迦南的吩咐 就是要毁坏其中的保障 他又说 受压制的西顿居民啊 你们不再有欢乐了 起来 过到塞浦路斯去 就是在那里 你们也得不到安息 看啊 使推罗成为旷野 走受居住之处的 是来自迦勒底地的人 而不是亚述人 他们要筑起工程的高塔 拆毁推罗的城堡 使它成为废墟 他师的传之啊 要哀嚎 因为你们的保障已被毁灭了 到那日 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 正如一个王朝的年日 七十年后 推罗必向妓女所唱之歌 你被遗忘了妓女啊 拿起琴来 走遍全城吧 你要巧谈多唱 使人再想起你 七十年后 耶和华必眷顾推罗 推罗就恢复繁荣 可以与地上的万国交易 他的货财和所得的利益 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 必不会积聚或储藏起来 因为他的货财 必归给那些 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 使他们吃得饱足 穿得漂亮 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 看啊 耶和华使大地空虚 便为荒凉 他必翻转地面 使地上的居民四散 人民和祭司 仆人和主人 婢女和主母 购买的和贩卖的 借给人和向人借的 放债的和借债的 全都一样被分散 大地必完全到空 被劫掠净净 这话是耶和华说的 大地悲哀衰残 世界零落衰残 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衰败了 大地被骑上的居民玷污 因为他们犯了律法 围了律例 背了永远的约 因此 大地被咒诅吞灭 地上的居民要承担惩罚 因此 地上的居民被焚烧 剩下的人很少 辛酒悲哀 葡萄树衰残 心中欢乐的变为叹息 几股的喜乐止息 艳乐者的喧哗停止 弹琴的喜乐也止息了 他们不得再饮酒唱歌 喝浓酒的必绝苦味 荒凉混乱的城被毁了 各家关门庇护 使人不得进入 有人在街上因无酒呼喊 一切喜乐都已过去 地上的喜乐都消逝了 城门所剩下的只有荒凉 城门被撞得粉碎 在地上的万民 都像摇过的橄榄树 又像被摘去完了的葡萄树 剩下无几 剩余的人必高声欢呼 在西边的 要宣扬耶和华的威严 在东方那边的要荣耀耶和华 要在沿海的重岛上 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 我们听见从地级有歌声唱着 荣耀归于一人 我却说 我销售了 我销售了 我有货了 诡诈的仍在行诡诈 诡诈的仍在大行诡诈 地上的居民呢 恐惧 线坑和网罗都临近你们 那逃避恐惧声音的 必堕入线坑 那从线坑里上来的 必被网罗缠住 因为天上的窗都开了 地的根基也震动了 大地全然破坏 劲都崩裂 大大震动 大地东歪西岛 像个醉酒的人 又摇来摇去 像座草棚 大地被骑上的罪孽 重重压着 以致塌陷 不能再起来 到那日 耶和华必在高天之上 惩罚天上的重军 又在地上 惩罚地上的猎王 他们必被聚集 像囚犯 被聚集在牢狱里一般 他们要被关在监牢中 多日以后 他们要被惩罚 那时月亮必蒙羞 日头要惭愧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必在西安山 在耶路撒冷作王 并且在他子民的 众长老面前 大有荣耀 以赛亚书第25章 耶和华 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称谢你的名 因为你以信实真诚 做成了奇妙的事 就是你远古以前 所计划的事 你使城市变成废堆 使建固城 变为荒凉的地方 使外族人的城堡 不再为城 永远不得重建 因此 强大的民族必荣耀你 强暴之国的城 也要敬畏你 你做了困乏人的保障 贫穷人急难中的保障 躲暴风雨的避难所 避炎热的印凉处 因为强暴者所吹的气 如同直吹墙壁的暴风 你抑制外族人的喧哗 好像减低干旱之地的炎热 你禁止强暴者的凯歌 好像热气因云彩而消散 万君之耶和华 必在这山上为万民摆设丰盛美颜 有陈酒 满随的肥干和纯美好酒 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那遮盖万民的面金 和那遮盖列国的帕子 他要吞灭死亡 直到永远 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 又从地上除掉他子民的羞辱 这是耶和华说的 到那日 必有人说 看哪 这是我们的神 我们信靠他 他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所倚靠的 我们要因他的拯救 欢喜快乐 耶和华的手 必放在这山上 但摩扬人在自己的地方 必受践踏 好像甘草在粪坑中 被践踏一样 他们必在其中伸开手来 好像游泳者伸开手来游泳一样 但耶和华要使他们的骄傲和他们守所行的轨迹一同败落 耶和华必使他们高耸而坚固的城墙倾倒下陷 落在地面 便做尘土 以赛亚书第26章 到那日 在犹大帝 必有人唱这歌 我们有座坚固的城 耶和华把救恩作为城墙和外国 打开城门吧 好让公义和信实的国民可以进入 专心依靠你的 你必保护他一切平安 因为他依靠你 你要依靠耶和华 直到永远 因为耶和华是永存的磐石 他使那些骄傲的将卑 使那些高耸的城败落 把他拆毁 散在地上 便做尘土 他要被脚践踏 就是困苦人的脚和贫穷人的脚 一人的路是正直的 正直的主啊 你必修平一人的路 耶和华 我们等候你那审判的路径 你的名字和称号 都是我们心里所爱慕的 夜间 我的心可想你 我里面的灵 切切寻求你 因为你的审判 临到大地的时候 世上的居民 就会学习到什么是公义了 恶人虽然蒙了恩待 他仍不知道什么是公义 在公义的地上 他仍然行恶 也看不见耶和华的威严 耶和华 你的手高举 他们还是看不见 愿他们应看见 你对子民的热心而惭愧 愿那为你的敌人 预备的火吞灭他们 耶和华 你必使我们得平安 因为我们所做的 都是你为我们成就的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在你以外 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 但只有你 我们要承认你的名 死去的不能再活 离世的不能再起来 因为你惩罚他们 消灭了他们 使他们完全不再被纪念 耶和华 你增添国民 你增添国民 你得了荣耀 又拓展了地的四境 耶和华 我们在急难中寻求你 你的惩罚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请心图意 低声祷告 怀孕的妇人临产时 怎样疼痛 在脚痛中喊叫 耶和华 我们在你面前也是这样 我们也曾像怀孕一般疼痛 但所生的像风 我们未曾在地上 行过拯救的事 世上的居民 也未曾因我们生下来 属你的死人要活过来 他们的尸体要起来 那些住在尘土里的 必行起并且欢呼 因为你的甘露像早晨的甘露般临到 使地叫出离世的人来 我的子民啊 快来 进入你们的内室 把你们的门关上 隐藏片刻 直到神的愤怒过去 因为你看 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 要惩罚地上居民的罪孽 大地要露出其上所流的血 不再遮盖被杀的人 以赛亚书第27章 到那日 耶和华要使用他锐利 巨大和有力的刀 惩罚鳄鱼 就是那快形的蛇 惩罚鳄鱼 就是那蛆形的蛇 并且要杀海中的大龙 到那日 有个初九的葡萄园 你们必指着这园歌唱说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时刻浇灌着它 并且未免有人毁坏它 我日夜都看守着 我再没有愤怒 若荆棘和吉利与我交战 我就上前践踏他们 把他们全部焚毁 除非他们抓住我 做他们的避难所 与我和好 与我和好 在将来的日子里 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芽开花 他们的果实 必遍布地灭 耶和华击打以色列人 岂向击打那些 击打他们的呢 主杀戮以色列人 岂向杀戮那些 杀戮他们的呢 不 你只是渐渐地 借着他们被掳 与他们相争 在吹东风的日子 就用暴风把他们煮去 借此 雅各的罪孽才得赦免 他的罪过得以除掉的条件 全都在于此 就是他叫祭坛上 所有的石头 都变为破碎的灰石 使亚瑟拉和湘潭不再树立 坚固的城变为凄凉 成了被撇下 被放弃的居所 像旷野一样 牛犊必在那里吃草 在那里躺卧 并且吃进那里的树枝 纸条枯干了 就必被折断 妇女必来拿去生货 因为这人民愚昧无知 所以他们的创造主 不怜悯他们 那造成他们的 不向他们施恩 到那日 耶和华要从 诱发拉底的溪流 直到埃及小河 收集他的谷物 以色列人啊 你们必一个一个被捡食回来 到那日 必有大号角吹响 那些在亚树地快要灭亡的 以及那些被赶散在埃及地的 都要前来 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 敬拜耶和华 以赛亚书第28章 以法连那些醉汉所带的高傲冠冕 有祸了 他在肥美谷山顶上的荣美 有祸了 他必如江残的花朵 满了喝醉酒的人 看哪 主有一个大能大力的人 像一阵冰雹 一阵毁灭的暴风 像仗义猛流的大水 他必用手把他摔落地上 以法连的醉汉所带的高傲冠冕 必被践踏在脚下 他在肥美谷山顶上 如江残的花朵一般的荣美 必像夏天以前出售的五花果 那些看见他的人都必注意 一到手里就把他吞吃了 到那日 万君之耶和华 必做他愚民的荣耀冠冕 也必做在位上 施行审判者公平的心灵 并坐在城门口 击退敌人者的力量 就是这地的人 也因酒摇晃不定 因浓酒东倒西歪 祭司和先知都因浓酒摇晃不定 被酒弄至昏乱 因浓酒东倒西歪 他们进异象的时候摇晃不定 他们判断的时候 也颠颠倒倒 因为各席上 都满了污秽的呕吐 没有一处是干净的 他们说 他要把知识叫到谁呢 要使谁明白他所传的信息呢 是那些刚断奶 刚离开母怀的吗 因为他所说的 只是些重复又重复的话 和毫无意义的字母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罢了 耶和华要借着外族人的嘴唇和外族人的舌头 对着人民说话 他曾对他们说 这就是安息之处 你们若是疲乏的人得安息 就必得着这安息的地方 但他们不肯听从 所以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话 就成了重复又重复的话 和毫无意义的字母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以致他们虽然往前走 却必仰面跌倒 并且跌伤 陷入网罗被缠住 因此 好讥笑人的人啊 就是管辖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人民的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因为你们曾说 我们与死亡立了约 与阴间结了盟 刑罚的鞭子扫锅的时候 必不会碰到我们 因为我们以谎言做遮蔽 以虚假做庇护 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在习安放置一块石头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的基石 宝贵的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我要以公平为准绳 以公义为献陀 冰雹必把谎言的遮蔽冲去 大水必漫过庇护所 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要废除 你们与阴间所结的盟 必立不住 刑罚的鞭子扫锅的时候 你们就必被践踏 每次扫锅的时候 都把你们抓去 因为每早晨他必漫过 白天与黑夜也是这样 人若明白所传的必受惊恐 床铺太短 人就不能伸直 被窝太窄 就盖不住全身 耶和华必像在皮拉新山一样兴起 又像在鸡变谷一样发怒 我要做成他的功 他那奇妙的功 好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 现在 你们不可再讥笑了 免得捆绑你们的绳索 绑得更紧 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到 决定要在全地上实行毁灭的事 你们要侧耳听我的声音 留心听我的话 农夫怎会不断耕梨来撒种呢 他怎会常常开垦耕地呢 他离平的地面 不就撒种小茴香 播种大茴香 按行列种小麦 在指定的地方种大麦 在田边种粗麦吗 因为他的神教导他 只教他正确的方法 打小茴香是不用肩爬的 亚大茴香也不用碾伦 而是用杖打小茴香 用棍打大茴香 做饼的鼓励 怎么要碾碎的呢 从来没有人碾碎他们 虽然他让车轮和马匹滚过鼓励 却不会把他们碾碎 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 他的谋略奇妙 他的智慧广大 以赛亚书第29章 亚历伊勒 亚历伊勒 大卫曾在此安盈的城啊 有祸了 虽然你一年又一年 按时举行节旗 我却要使亚历伊勒受困苦 成了一座充满悲伤哀嚎的城 我要以它为亚历伊勒 我必四面安盈攻击你 逐起宫城的台来围困你 堆起高磊攻击你 你必降低从地中说话 你说的话必细微 如同出于尘土 你的声音必像教会者的声音 从地里出来 你的言语必像耳语般低微 如同出于尘土 但你敌人的数量 必多如灰尘 那些强暴者的数量 也多如被吹散的康比 这必在请客之间突然发生 万军之耶和华 必用雷轰 地震 大声 旋风 暴风 和吞灭人的火焰来惩罚他们 那时所有攻击亚历伊勒的列国重军 就是所有攻击亚历伊勒和他的堡垒 以及迫害他的 必如梦境 如夜镜的异象 又像饥饿的人在梦中吃饭 醒了以后仍然觉得饥饿 又像口渴的人在梦中喝水 醒了以后仍然觉得口渴 心里还是想喝 那攻打西安山的列国重军 也必这样 你们留脸吧 自我蒙蔽 继续盲目吧 你们醉了 却与酒无关 你们东倒西歪 也不是因为浓酒的缘故 因为耶和华把沉睡的灵 倾倒在你们身上 他紧闭你们的眼 就是先知 蒙盖你们的头 就是先见 对你们来说 整个意象就像密封的书卷的话 人把这书卷交给试字的 说 请念吧 他必回答 我不能念 因为它是密封的 人又把这书卷交给不试字的人 说 请念吧 他必回答 我不试字 主说 因为这子民只用言语来亲近我 用嘴唇尊崇我 他们的心却远离我 他们对我的敬畏 只是遵从传统的吩咐 因此 看啊 我要再向这子民施行其事 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要消磨 他们聪明人的聪明必被隐藏 那些像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 诱惑了 他们在暗中行事说 谁看见我们 谁知道我们 你们颠倒势力了 姚将怎能被看作泥土呢 被造的怎能对造他的说 他没有造我 制成品怎可对制成他的说 他不聪明 不是还有一点点的时候 黎巴嫩就要变为肥田 肥田就要被看为树林吗 到那日 龙子必听见这书卷上的话 瞎子的眼 必在迷蒙黑暗中也能看见 困苦的 必因耶和华增添喜乐 贫穷的人 必因以色列的圣者而快乐 因为强暴人归于无有 好讥笑人的必被灭绝 所有意图行恶的必被减除 他们只用一句话就定了人的罪 又设下网罗来陷害城门口那执行裁判的 用毫无根据的事驱网一人 因此 曾经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 论到雅各家时 这样说 雅各今后必不再羞愧 他的脸容也不再变为苍白 因为他看见了他的子孙在他中间 就是我手所做的 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 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 也必敬畏以色列的神 那些心中迷惑的 必明白真理 那些发怨言的 必接受教训 以赛亚书第30章 耶和华说 这些悖逆的儿女有祸了 他们实行计谋 却不是出于我的意思 他们结盟 却不是出于我的灵 以至罪上加罪 他们启程向埃及去 并没有求问我 却要在法老的保护下 做避难处 投靠在埃及的硬币下 因此 法老的保护 必成为你们的羞耻 投靠在埃及的硬币下 变成你们的耻辱 他们的领袖 虽然已在所安 他们的使臣虽然已到达哈内斯 但他们都必因那对于他们毫无利益的人民而蒙羞 那人民带来的不是帮助或益处 而是羞耻和凌辱 以下是论南地野兽的漠视 他们把财富托在驴居的背上 把宝物托在骆驼的风上 经过艰难困苦之地 就是公师母师 腹蛇和会飞的火蛇出没的地方 到一个对他们毫无益处的民族那里去 埃及的帮助是突然的 是虚幻的 因此 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勃 现在你去 在他们面前把这话刻在板上 记在书卷上 做日后的证据 直到永永远远 因为这是悖逆的子民 不忠心的儿女 不肯听从耶和华教导的儿女 他们对先见说 你们不要再看异象 又对先知说 你们不要再向我说真确的预言 倒要向我说动听的话 预言虚幻的是吧 你们要离开正道 转离异路 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以色列的圣者了 因此 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 因为你们弃绝了这话 反而信赖欺压和乖僻的手段 更以此为倚靠 所以这罪孽对于你们 必像一道有了裂缝 且涂了出来 快要倒塌的高墙 在请客之间 就突然倒塌 他的倒塌 好像摇将的瓦器破碎一般 毫不顾惜被彻底粉碎 甚至到碎块中找不到一块 可以用来从炉里取火 或从池中咬水 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 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 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 但你们竟不愿意 你们却说 不 我们要骑马奔跑 所以 你们真的要逃跑 你们又说 我们要骑快马 所以那些追赶你们的 也必快速 一个敌人就可以威吓你们一千个人 若五个敌人威吓你们 你们都要逃跑了 以至你们所剩下的 必孤立如同山顶上的旗杆 刚临上的旗帜 因此 耶和华必等候要恩待你们 他必兴起来怜悯你们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神 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西安的人民 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必不再哭泣 他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恩待你 他听见的时候 就必应允你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们当食物 以困魄给你们当水 但你的教师必不再隐藏 你必亲眼看见你的教师 每当你偏左或偏右的时候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你要抛弃你那些包着银的雕像 和镀了金的柱像 如同污秽之物一般抛弃它们 又对它们说 去吧 你撒在地里的种子 主必降雨在其上 并且使你地里所出产的粮食 既丰盛又肥美 到那日 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上吃草 耕地的牛和驴居必吃加盐的饲料 就是用铲和叉做阳尽的 在大型杀戮的日子 高台倒塌的时候 各高山刚陵都必有溪水涌流 耶和华包扎他子民的伤口 医治他们伤痕的日子 月亮的光必像太阳的光 太阳的光必增加七倍 像七日的光一样 看啊 耶和华的民从远方而来 他的怒气烧起 浓烟上腾 他的嘴唇充满愤怒 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 他的气息如仗义的河水 只长到景象 并要用毁灭的筛 把列国筛尽 又在众民口中 放入使人不向灭亡的绝环 你们却必歌唱 好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 你们必心里喜乐 好像吹着笛行走的人 必上耶和华的山 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 耶和华必使人听见 他威严的声音 在烈怒 吞灭一切火焰 大雨 暴风和冰雹之中 又使人看见 他那降下来的绑壁 亚述人 必因耶和华的声音 惊慌 耶和华要用仗 击打他们 耶和华 必把刑罚的杖 夹在他们身上 每打一下 都有几股和弹琴的声音 耶和华在征战的时候 必挥动着手 与他们征战 因为 陀佩特那烧着的火 早已安排好了 是为君王预备的 又深又宽 其中所堆的是火和许多的柴 耶和华的气像一股硫磺火 把它燃点起来 以赛亚书第31章 那些下埃及求帮助 依靠马匹 依靠众多战车 依靠十分强壮的马兵 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 也不求问耶和华的 有祸了 耶和华是智慧的 他必降下灾祸 绝不收回自己的话 却要起来攻击作恶者之家 又攻击那些助人作孽的 埃及人是人 并不是神 他们的马匹是血肉 并不是灵 耶和华一伸手 那帮助人的就绊倒 那受帮助的也必扑倒 并且一头灭亡 因为耶和华对我这样说 狮子和少壮狮子 怎样因捕获猎物而咆哮 虽然召集了许多的牧人 来攻击他们 他们并不因他们的声音而惊慌 也不因他们的喧嚷而敦服 照样万军之耶和华 必降临在西安山 和他的钢陵上征战 雀鸟怎样擅斥护除 万军之耶和华 也必照样保护耶路撒冷 他必保护和拯救 他必越过和搭救 以色列人啊 你们是要回转 归向那曾被你们彻底背弃的耶和华 到那日 个人都必抛弃自己的金偶像和银偶像 就是你们亲手所做 把自己陷在最终的 雅述人必倒在刀下 不是人的刀 必有刀把他们吞灭 也不是人的刀 他们必不能逃避刀剑 他们的年轻人必做苦工 他们的磐石必因惊慌而挪去 他们的领袖 必因见到以色列的旗帜而惊慌 这是那有火在西安 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第32章 看哪 必有一王凭公义执政 必有众领袖按公平治理 必有一人像避风锁和避暴雨的隐秘处 像干旱之地的溪水 又像疲乏之地的磐石阴影 那时 能看见事物者的眼睛 必不再昏暗 能听到事物者的耳朵 必然倾听 信己者的心 必明白之事 口疾者的舌头必说话清楚 鱼丸人不再被称为高尚 恶棍也不再被称为大方 因为鱼丸人说的是鱼丸话 他心里所想的是罪孽 惯行亵渎神的事 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 是饥饿的人仍空着肚子 是口渴的人仍无水可喝 至于恶棍 他的手段是邪恶的 他图谋恶气 用虚假的言语 毁灭困苦的人 即使在穷乏人讲功力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 高尚的人 却筹谋高尚的事 他也必坚持这些高尚的事 安逸的妇女啊 你们要起来 听我的声音 无忧无虑的女子啊 你们要侧耳听我的话 无忧无虑的女子啊 再过一年多 你们就必受困扰 因为没有葡萄可摘 守何家的日子也没有来 安逸的妇女啊 你们要受震惊 无忧无虑的女子啊 你们要受困扰了 脱去衣服 赤着身子 以麻布竖腰吧 你们要为美好的田地 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垂胸爱哭 也为那些在我子民的土地上 长起来的荆棘和吉利而爱哭 为那欢乐的城 和所有快乐的房屋 也是这样 因为宫殿必被丢弃 热闹的城市也被撇下 山岗和守望楼 必永远成为洞穴 做了野驴喜欢的地方 和羊群的草场 等到圣灵从高处倾倒在我们身上 旷野变为肥田 肥田被看为树林的时候 公平就必居在旷野中 公义必住在肥田里 公义的果孝必是平安 公义的孝宴必是平静与安稳 直到永远 那时我的子民必住在平安的居所 安稳的住处 不受骚扰的安息之处 但在敌人的国土中 必有冰雹降下 打倒他们的树林 他们的城必被移平 你们这些在各水边撒肿 又是牛驴随意走动的 是多么有福啊 以赛亚书第33章 你这毁灭人 自己却不被毁灭的 你这形式诡诈 别人倒不以诡诈待你的 有祸了 你刚停止毁灭人的时候 自己就要被毁灭 你刚停止行诡诈的时候 别人就必以诡诈待你 耶和华 求你施恩给我们 我们等候你 每天早晨 愿你做我们的绑币 在遭难的时候 做我们的拯救 仙壤的声音一发 众民必逃跑 你一兴起 列国就四散 列国啊 你们所掳掠的 必被收取 像马扎收取 荷架一样 蝗虫怎样为食物 忙碌走动 人也怎样 在掳物上忙乱 耶和华 必被尊崇 因为他居住在高天 他必以公平 与公义充满喜安 他是你一生一世的保障 丰盛的救恩 智慧和知识 敬畏耶和华 就是你的至宝 看哪 他们的勇士 在街上呼叫 和平的使者 在痛苦哭泣 大路荒凉 过路的人掘机 敌人被约 藐视约张 不尊重任何人 大地悲哀衰残 黎巴嫩羞残枯干 沙伦好像荒原 巴山和加密的树木凋零 耶和华说 现在我要起来 现在我要兴起 现在我要被人尊崇 你们所怀的是康比 所生的是碎阶 我的气息 必像火一般吞灭你们 众民必像燃烧的石灰 又像被割下的荆棘 在火中焚烧 远方的人啊 你们要听我所做的事 见处的人啊 你们要承认我的大能 在喜安的罪人都恐惧 战精抓住了不敬钱的人 我们中间 谁能与脱灭一切的火同柱呢 我们中间 谁能与不断燃烧的火同柱呢 那行事公义 说话正直 拒绝不义的财力 摇手不受贿赂 色尔不听血腥的事 闭眼不看邪恶的事的 这样的人必居住在高处 他的保障 必在坚固的磐石上 他的粮食必有供应 他的水源永不断绝 你必亲眼看见王的荣美 必看见辽阔之地 你的心必默想以往的恐惧 说 那寄树木的在哪里 那乘共赢的在哪里 那鼠点城楼的在哪里呢 你必不再见那强暴的民了 就是那说话深奥 难以明白 舌头结巴 难以听懂的民 你要看着喜安 就是我们举行制定节起的城 你必看见耶路撒冷 是一个安全的居所 一个不挪移的帐幕 他的角子永不会拔起来 他的绳索也不会扯断 在那里 威严的耶和华 必坐我们江河宽渠一流之地 并没有荡奖摇鲁的船只 能再起上往来 威武的战船也不能经过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审判者 耶和华是我们的立法者 耶和华是我们的君王 他必拯救我们 现在 你的绳索虽然松开 不能绑紧为干 也不能扬起繁来 但到那时 许多卤物必被你们瓜分 甚至瘸腿的 也能把略物略去 以色列的居民 必不再说 我有病 因为在其中居住的 罪孽必得赦免 以赛亚书第三十四章 列国要进前来听 众民要留心听 地和地上所充满的 世界和其中所出的一切 都要听 因为耶和华向列国发怒 向他们所有的军队发烈怒 要把他们灭尽 要把他们交出来受屠杀 他们被杀的 必被抛弃在外面 尸体的臭气上腾 众山都被他们的血所融化 天上的万象都必消残 天也像书卷一般被卷起 所有星宿也必衰残 像葡萄树的叶子衰残一样 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 凋落一样 因为我的刀在天上 已经喝足了 看哪 它要落在以东 以及我决定要灭绝的民身上 为要施行审判 耶和华的刀 燃满了血 这刀因脂肪 羊羔和公山羊的血 以及公绵羊腰子的脂肪而滋润 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 有杀生献祭的事 在以东地有大屠杀 野牛 牛犊与撞牛 要与他们一同倒下 他们的地喝足了血 他们的尘土因脂肪而肥润 因为耶和华有报酬的日子 为西安的案件 必有报应之年 以东的河水都要变成石油 它的尘土必变成硫磺 它的地土要变成烧着的石油 昼夜不息 烟气永远上腾 并且必世世代代变为荒凉 永永远远无人经过 但蹄虎与建筑要占据那地 猫头鹰和乌鸦必住在其中 耶和华必把空虚的准绳 混沌的线坨拉在旗上 它的县贵一个也没有了 以致不能称为一国 所有的领袖也没有了 以东的宫殿必长荆棘 它的堡垒必长吉林和刺草 它要做野狗的住处 做鸵鸟的居所 旷野的走兽必与豺狼相遇 野山羊必呼喊它的同伴 连夜间的怪物也必在那里栖身 为自己寻找休息的地方 剑蛇要在那里竹窝 下蛋 孵蛋 并且聚子在它的阴影下 药鹰也各与自己的伴偶聚集在那里 你们要查考和阅读耶和华的书卷 这些都无一缺少 也没有一个是没有伴偶的 因为它的口已吩咐了 它的灵已把他们聚集 它也为他们抽签 它的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 他们必永远得着那地 也要世世代代 住在其中 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欢喜 沙漠要快乐 又像帆红花一般开花 必茂盛的开花 大大快乐 并且欢呼 篱巴嫩的荣耀 贾米和沙伦的华美也赐给他 人们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我们神的华美 你们要兼顾无力的手 稳固摇动的膝 又对那些忧心的人说 你们要刚强 不要惧怕 看啊 你们的神 祂要来报仇 来施行报应 祂必来拯救你们 那时 瞎子的眼必打开 笼子的耳必畅通 那时 瘸子必像鹿一般跳跃 哑巴的舌头 必大声欢呼 旷野必涌出大水 沙漠必流出江河 灼热的沙地 必变为水池 干旱之地 必变成泉源 在野狗的住处 就是他们躺卧之处 必成为青草 芦苇和菩草生长的地方 那里 必有一条大路 要称为圣路 不洁净的人 不能经过 那是为那些 行走正路的人预备的 愚昧的人 不会在路上流连 那里并没有狮子 猛兽也不会上去 在那里 必遇不见他们 只有蒙救赎的人 必归回 必欢呼地来到喜安 永远的喜乐 必临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和快乐 忧愁和叹息 都必逃跑了 以赛亚书第36章 西西加王十四年 亚书王吸拿基地上来攻击犹大所有的坚固城 并且跋城攻去 亚书王从拉吉拆派拉伯沙基 带领大军往伊路撒冷 到西西加王那里去 他站在上池的水沟旁 就是在往漂布地之大路上的时候 西勒家的儿子管家以利亚靖 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 史官约亚都出来见他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 你们去对西西加说 亚书弹王这样说 你所倚靠的算的是什么倚靠呢 我说 你打仗所用的谋略和能力 不过是虚化罢了 你到底倚靠谁 以致你背叛我呢 看哪 你所倚靠的埃及 是那压伤的卢尾杖 人若倚靠他 他就会插进他的手 把手刺透 埃及王法老对所有倚靠他的人 也是这样 你若对我说 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这神所有的秋坛和祭坛 岂不是都给西西加废去了 他还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只要在这祭坛面前敬拜吗 现在你可以与我的主人亚述王打赌 我给你二千匹马 看你这一方能否派出足够骑马的人来 若不能 你怎能击退我主的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 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和马兵吗 现在我上来攻打这地 要把这地毁灭 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要上去攻打这地 把他毁灭 以利亚靖、摄伯纳和约亚 对拉伯沙基说 请你用亚兰语对你的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听得懂 不要用犹大语对我们说话 免得城墙上的人民听见 但拉伯沙基说 我主差派我来 只是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那些坐在城墙上 要和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 喝自己的尿的人说吗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 用犹大语大声呼喊说 你们要听亚述大王的话 王这样说 你们不要被西西加欺骗了 因为他绝不能拯救你们 也不要给西西加说服你们 倚靠耶和华说 耶和华必定拯救我们 这城也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不要听西西加的话 因为亚述王这样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向我投降 这样个人就可以吃自己 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 也可以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到我来的时候 就会把你们领到一个 与你们本地一样的地方 就是一个有五谷和辛酒的地方 一个有粮食和葡萄云的地方 你们要小心 免得西西加怂恿你们说 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列国的神 有哪一位曾拯救自己的国土 脱离亚树王的手呢 哈玛和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曾拯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所有的神中 有哪一位曾拯救自己的国土 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拯救 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众人都默不作声 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 因为王的吩咐说 不要回答他 于是西勒家的儿子管家 以利亚静 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 史观约亚都撕裂衣服 来到西西加面前 把拉伯杀鸡的话告诉了他 以赛亚书第37章 西西加王听见了 就撕裂衣服 披上马布 进了耶和华的殿 他拆派管家 以利亚静 书记舍伯纳和 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马布 去见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先知 他们对他说 西西加这样说 今日是极难 责罚和凌辱的日子 就像婴孩快要出生的时候 却没有气力生出来一样 也许耶和华女的神 听见拉伯杀鸡的话 就是他的主人亚述王 派他来辱骂永活的神的话 耶和华女的神 会因他所听见的话 施责他 因此 求你为余生下来的人 献上祷告 西西加王的臣仆 就去见以赛亚 以赛亚对他们说 要对你们的主人这样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不要因为 听见亚述王的仆人 亵渎我的话而害怕 看哪 我必使灵进入他里面 以致他听见风声 就归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拉伯杀鸡回去的时候 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 原来他早已听闻亚述王 拔营离开了垃圾 亚述王听到关于 古石王特哈加的报告说 他出来要与你征战 亚述王听见了 就拆派使者去见西西迦说 你们要对犹大王西西迦这样说 不要给你所倚靠的人欺骗你说 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里 你必定听过亚述猎亡 向列国所行的 就是把他们完全毁灭 难道你还有救吗 我列祖所毁灭的国 有哥萨、哈兰、利瑟 和在提拉萨的伊甸人 这些国的神曾拯救他们吗 哈马的王 雅尔拔的王 西法瓦因城的王 西拿和伊瓦的王 现在都在哪里呢 西西迦从使者手里 接过信卷 读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 在耶和华面前把信卷展开 西西迦向耶和华祷告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坐在二基督伯中间的 唯独你是地上万国的神 你创造了天地 耶和华 求你侧耳而听 耶和华 求你开眼查看 要听西拿其利的一切话 就是那拆派使者 来辱骂永活的神的 耶和华 亚树列王果然使列国和他们的土地变成荒凉 又把列国的神都扔进火中 因为他们不是神 只是人手所做的 不过是木头和石头 所以他们就灭绝了他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你拯救我们脱离亚树王的手 是地上万国都知道 唯有你耶和华是神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派人去见西西迦说 耶和华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因为你向我祷告关于亚树王西拿基利的事 耶和华就有以下的话攻击他说 喜安的处女 藐视你 赤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子在你背后摇头 你辱骂谁 亵渎谁 你扬起声音 又高举眼目 要攻击谁 就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借着你的臣仆辱骂主 你又说 我率领我众多的战车上了群山的高峰 到了黎巴嫩极深之处 我砍伐其中高大的香薄树和加美的松树 我去到极高之处 进入肥田般的树林 我挖井河喝水 我用我的脚掌踏干埃及的河流 耶和华说 难道你没有听见古时我所安排 往昔所计划的吗 现在我才使他成就 使坚固的城镇荒废 变作乱堆 因此 其中的居民软弱无力 惊慌羞愧 像田间的蔬菜和青绿的草 又像房顶上的草 还没有长起来就干娇了 你坐下 你出 你入 你向我发烈怒 我都知道 因为你向我发烈怒 又以你的狂傲 达到我耳中 我要把钩子放进你的鼻孔 把绝环放进你的嘴里 使你从你来的路上回去 西西家 这要做你的兆头 今年你们要吃自生的 明年还要吃自长的 后年你们就要撒种 要收割 要栽种葡萄园 吃园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脱的渔民 必在向下扎根 往上结果 因为 余下的人 必从耶路撒冷出来 逃脱的人 必从西安山出来 万郡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做成这事 所以耶和华这样论到亚述王说 他必不会来到这城 也不会在这里射箭 不会拿着盾牌来到城前 也不会逐土壘攻城 他从哪条路来 也必从那条路回去 他必不得进入这城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 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这城 拯救这城 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营中 击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到了早晨 有人起来 所见的都是死尸 亚述王西拿基里 就拔营离去 返回本地 住在尼尼维 他在自己的神 尼斯洛庙里叩拜的时候 他的儿子 亚德米勒和沙利瑟 用刀杀了他 然后逃到亚拉拉地 他的儿子以撒哈顿 接续他做王 以赛亚书第38章 那时西西加患了重病 快要死去 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先知来见他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把你的家整顿妥当 因为你快要死去 不能存活 西西加就转脸向墙 对耶和华祷告说 耶和华 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 怎样成成实实 以纯全的心来行事 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 然后西西加就痛哭起来 耶和华的话 临到以赛亚说 你去告诉西西加 耶和华 你祖先大位的神这样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看啊 我必在你的寿数上 加添十五年 我必救你和这城 脱离亚述王的手 我必保护这城 以下就是耶和华 给你的兆头 我要证明 耶和华必成全 他所说过的 看啊 我要使雅哈斯日轨上 那向前进的日影 往后退十度 于是那向前进的日影 果然在日轨上 往后退了十度 犹大王西西加 从病患中 全疫以后 就写了这诗 我曾说 在我圣年之际 我竟要进入阴间之门 我余生的年日 竟被夺去 我曾说 在活人之地 我必不得见耶和华 在世间的居民中 我必不再见到任何人 我的住处被拔起 迁离了我 像牧人的帐篷一样 我卷起我的性命 像织布的卷布一样 他把我从鸡头剪断 一日之间 他必使我生命终结 我不断哀叹 直到早晨 他像狮子一般 折断我所有的骨头 一日之间 他必使我生命终结 我像燕子身吟 像白鹤鸣叫 又像鸽子哀鸣 我的眼睛 因仰望高处而疲倦 耶和华 我受欺压 求你做我的保障 我可说什么呢 他应许我的 已给我成全了 因我的心曾受过苦楚 所以我要谨慎地 度我所有的年日 主啊 人活着是在于这些 我的灵存活 也在于这些 所以求你使我恢复健康 使我存活 看哪 我受尽苦楚 我要使我得平安 你保全我的性命 脱离毁灭的坑 因为你把我的一切罪 都丢在你的背后 阴间不能称谢你 死亡不能赞美你 下坑的人都不能仰望你的信实 只有活人才能称谢你 像我今日一样 做父亲的 要让儿女知道你的信实 耶和华必拯救我 因此我们要一生一世 在耶和华的殿中 用私弦的乐器弹奏我的诗歌 以赛亚说 叫人拿一块五花果饼来 贴在窗上 王就必痊愈 西西家问 我能上耶和华的殿去 有什么兆头呢 以赛亚书第39章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 米罗达巴拉旦 听说西西家病了又痊愈了 就派人送信和礼物给西西家 西西家就十分高兴 并且把他的宝库 银子 金子 香料 和贵重的油 以及他整个武器库里 和他府库里的一切物件 都给使者们看 他家里和他全国里的东西 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 于是 以赛亚先知来见西西家王 问他说 这些人说了些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西西家说 他们是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的 以赛亚又问 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 西西家回答 我家中所有的 他们都看了 我的财宝中 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 你要听万君知耶和华的话 看哪 日子必到 你家中所有的 以及你列祖所积蓄到今日的 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 一样也不留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从你所出的种子 就是你所生的 其中必有被掳去的 在巴比伦王宫里做太监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不错呀 因为他心里想 在我有生之日 必有平安和稳固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 要安慰我的子民 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慈爱的话 又要向他宣告 他们的苦难已经满足了 他们的罪孽已经还清了 他们因着自己的一切罪 已经从耶和华的手里 受到过重的刑罚 有声音呼喊说 你们要在旷野 清理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修植我们神的大道 一切山谷都要填满 一切山岗都要削平 险峻的要改为平地 崎岖的要改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 所有的人都必一同看见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有声音说 你呼喊吧 他问我呼喊什么呢 所有的人竟都如草 他们的荣美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上面 真的 这名的确是草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我有我们神的道永远长存 报好信息给西安的 你要登上高山 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 你要极力扬生 要扬生 不要惧怕 要对犹大的众诚说 看啊 你们的神 看啊 主耶和华 必向大能者临到 他的绑壁 要为他掌权 看啊 他给予人的赏赐 在他那里 他给予人的报应 在他面前 他必向牧人 牧养自己的羊群 像用绑壁聚集羊羔 抱在自己的怀中 慢慢引导如羊小羊的 谁曾用掌心量过海水 用手掌测过苍天呢 谁曾用生斗量过大地的尘土 用秤秤山岭 用天平秤刚岭呢 谁曾测渡耶和华的岭 或做过他的谋士教导他呢 他与谁上亿 谁使他有聪明 谁把正确的路指教他 把知识指教他 又把明智的路教导他呢 看啊 万国都像水桶里的一滴 又被看作天平上的围尘 看啊 他举起众海岛 好像围系之物 笛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 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反击 万国在他跟前好像不存在 在他看来 只是乌有何虚空 你们把谁来跟神相比呢 你们用什么形象来与神并练呢 至于偶像是匠人铸造的 铸匠用金子把他包裹 用银子为他做银链 贫穷陷不起这贡物的 就拣选不朽坏的树木 为自己寻找巧匠 立起不会动摇的偶像 你们不曾知道吗 你们不曾听见吗 不是从起初就已经告诉过你们吗 自从大地的根基立了以来 你们还不曾明白吗 神坐在大地的圆穷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像乍梦 他铺张诸天如铺张曼子 展开众天像展开可以居住的帐篷 他是诸侯都归于无有 是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他们才刚刚栽上 刚刚种上 他们的树头刚刚在地里扎根 他一吹在旗上 他们就枯干了 旋风把他们像碎街一样吹去 那圣者说 你们把谁来跟我相比 是他与我相等呢 你们向天举目吧 看是谁创造了这些万象 是谁按着树木把万象领出来 一一指名呼唤 因他的大能大力 连一个也不缺少 雅各啊 你为什么这样说 以色列啊 你为什么埋怨说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我的案件被我的神忽略了 你不知道吗 你没有听过吗 永在的神 耶和华 地级的创造主 既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知识 无法测度 疲乏的 他自弃力 无力的 他加力量 就是年轻人 也会疲乏困倦 强壮的人 也会全然跌倒 但那些仰望 耶和华的人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像鹰一样 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 也不困倦 他们行走 也不疲乏 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 众海岛啊 你们要在我面前静默 愿万民重新得力 让他们进前来 然后说话 让我们聚在一起辩论吧 谁从东方激动了一个人 凭公义把他照到自己的脚前来 他把列国交在他面前 他制服众王 他使他们在他的刀下化作灰尘 他使他们在他的宫下像碎街一样被吹散 他追赶他们 安然走过他的脚未曾走过的路 谁定这事并且做成 谁从起初预定万代呢 就是我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 与最后的人同在的 也是我 众海岛看见了 就都惧怕 地级也都战惊 他们都进前来 个人彼此帮助 对自己的兄弟说 要坚强 木匠兼顾金匠 用锤打光金属的 鼓励打粘的 论汉宫说 汉得好 又用钉子钉稳了 使偶像不致动摇 但你以色列我的仆人啊 雅各我所拣选 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你是我从地级抓来的 我从地的远方召你来 对你说 你是我的仆人 我拣选了你 并没有弃绝你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四处张望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看哪 向你发怒的 都必蒙羞受辱 与你相争的人 都要如同无有 并要灭亡 与你争敬的人 你要寻找他们 却找不着 与你交战的人 都必如同无有 好像虚无 因为我 耶和华你们的神 紧握着你的右手 对你说 不要惧怕 我必帮助你 虫子雅各啊 以色列人啊 你不要惧怕 我必帮助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的救赎主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看哪 我要使你成为 打凉的器具 又新 又锋利 又有很多力齿 你要扬进群山 把他们压得粉碎 又使刚铃 变成康比 你必拨扬他们 风要把他们吹去 驯风也要把他们吹散 但你要靠 耶和华喜乐 以以色列的圣者夸耀 困苦和贫穷的人 寻求水 却没有水 他们的舌头 因口渴而干燥 我耶和华 必应允他们 我以色列的神 必不离弃他们 我要在光秃的高处 开辟江河 在山谷之间开辟全云 我要使旷野变为水池 使干地变成水泉 我要在旷野种上香薄树 造甲树 翻石柳树和野橄榄树 我要在沙漠中栽种松树 山树和黄阳树 好叫人看见了就知道 思想过就都明白 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 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耶和华说 呈上你们的案件吧 雅各的王说 把你们有利的证据拿来吧 让他们前来告诉我们 将要发生的事 以前的是什么事 让他们告诉我们 好叫我们用心思想 得知事情的结局 或者向我们宣告 那要来的事 把以后要来的事 告诉我们 好叫我们知道 你们是神 你们做这些事 或降福或降祸 以致我们彼此对望 一起观看 看哪 你们属于无有 你们的作为都属于虚空 那选择你们的是可厌恶的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 他就来了 他从日出之地而来 呼求我的名 他必来践踏掌权的 好像践踏灰泥 又像陶匠踹泥一样 谁从起初讲说这事 使我们知道呢 谁从先前说明 以致我们说 他没有错呢 谁也没有说明 谁也没有宣告 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 我首先对喜安说 看哪 看看这些 我要把一位 报好信息的 赐给耶路撒冷 我看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人 他们中间也没有谋事 我问他们的时候 可以回答一句话 看哪 他们都是无有 他们所做的都是虚无 他们所住的偶像 都是风 都是虚空 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 看哪 这是我的仆人 我扶持他 我所拣选的 我的心喜悦他 我已经把我的灵 赐给他 他必把功力 带给万国 他不呼喊 也不养声 也不叫人 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将熄灭的灯火 他不吹灭 他忠实地传出功力 他不灰心 也不沮丧 直到他的地上 设立功力 众海岛的人 都等候他的教训 那创造诸天 展开穷仓 铺张大地和大地所出的一切 此气息给地上的众人 又此灵性给在地上行的人的 耶和华神这样说 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 我必紧拉着你的手 我必保护你 立你做人民的约 做列国的光 我要开瞎子的眼 领被囚的出牢狱 领住在黑暗中的出牵牢 我是耶和华 这是我的名 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别人 也不把我当受的称赞 归给雕刻的偶像 看哪 先前预言过的事已经成就了 现在我说明新的事 它们还没有发生以前 我就先说给你们听了 所有航海的和海中所充满的 众海岛和气上的居民啊 你们都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从地极向他发出赞美 愿旷野和其中的城镇都扬升 愿吉达人居住的村庄都高呼 愿希腊的居民都欢呼 在山顶上呐喊 愿他们把荣耀归给耶和华 在众海岛中宣扬对他的颂赞 耶和华必向勇士出战 必向战士激动热心 他要呼喊 大声呐喊 要向仇敌献出自己的威猛 我已经很久坚默不言 闭口不语 但现在 我要像待产的妇人一样呼喊 我要急速地喘气 我必使大山小山都变为荒场 使一切草木都枯干 我要使江河变为干地 使水池干涸 我必领瞎子走陌生的道 带他们走他们不知道的路 我必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 使弯曲的地方变为平直 这些事我都要做 绝不放弃 那些倚靠偶像对住相说 你们是我们的神的 必被赶足全然蒙羞 龙子啊 你们要听 瞎子啊 你们要留心去看 有谁比我的仆人更瞎呢 有谁比我差派的使者更聋呢 有谁瞎眼像那与我立了合约的呢 有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 你们看见了许多的事 却没有留心 耳朵开着却没有听见 耶和华为自己公义的缘故 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 但这人民是被抢劫和被掠夺的 全都困陷在洞穴中 被收藏在监牢里 他们做了掠物 无人搭救 他们成了掳物 无人说要归还 你们中间谁肯听这话呢 谁肯从今以后留心听呢 谁把雅各交出来给掠夺者 谁把以色列交给抢劫的呢 岂不是耶和华就是我们得罪的那位吗 因为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 也不肯听从他的律法 因此他把他猛烈的怒气和惨酷的战争 倾倒在他身上 这在他四周如果烧起来 他还不知道 把他烧着了 他也不放在心上 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 但是雅各啊 那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那塑造你的主 现在这样说 不要惧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 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 我必与你同在 你渡过江河的时候 水必不淹没你 你从火中行走的时候 必不会烧伤 火焰也不会在你身上烧起来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拯救者 我使埃及做你的赎价 使古石和士巴做你的替身 因为你在我眼中非常宝贵和贵重 所以我爱你 我使别人做你的替身 同别的民族交换你的性命 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必把你的后裔 从东方领回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 把他们交出来 又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他们 要把我的众子 从远方带回来 把我的女儿 从地级领回来 就是所有按着我的名被照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塑造所做成的 你要把那些 有眼却看不见 有耳却听不到的人民领出来 列国都聚集在一起 万族都集合起来 他们中间 谁能说明这事呢 谁能把先前的事 说给我们听呢 让他们带出自己的见证人来 好显明自己为义 让别人听见了就说 这是真的 耶和华说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 我所拣选的仆人 我要使你们知道 并且相信我 又明白我就是那位 在我以前 没有神被造出来 在我以后 也必没有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 并没有拯救者 我曾预告 我曾拯救 我曾说给你们听 在你们中间 没有别的神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我就是神 自头一天以来 我就是那位 谁也不能救人 脱离我的手 我要行事 谁能拦阻呢 你们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 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们的缘故 我已经派人到巴比伦去 我要使所有的迦勒底人 都像难民一样下来 都坐在他们 素来自夸的船下来 我就是耶和华 你们的圣者 是以色列的创造主 你们的王 耶和华这样说 他在海中开了一条道 在大水中辟了一条路 他是战车 马匹 军兵和勇士 都一同出来 他们都躺下去 不能再起来 他们都灭墨 好像灯火熄灭一样 你们不要怀念先前的事 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 看哪 我要做一件新的事 现在它要发生了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 在荒地开挖江河 野地的走兽 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 也必这样 因为我使旷野有水 使荒地有江河 好使我拣选的子民 有水喝 就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子民 好使他们述说赞美我的话 然而雅各啊 你并没有呼求我 以色列啊 你竟厌烦我 做烦祭用的羊 你没有带来给我 也没有用你的祭物来尊敬我 我没有阴线贡物使你劳累 也没有阴线乳香使你厌烦 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谱 也没有用祭物的脂肪使我饱足 相反的 你用你的罪使我劳累 你用你的罪孽使我厌烦 我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再纪念你的罪 你可以提醒我 我们可以一起辩论 你尽管细说案情 好使你自现为义 你的祖先犯了罪 你的代表背叛了我 所以我要入墨圣所里的领袖 使雅各遭受毁灭 使以色列被凌辱 以赛亚书第44章 但现在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 你要听 那创造你从母胎里就塑造了你 又要帮助你的耶和华 这样说 我的仆人雅各啊 我所拣选的耶书伦啊 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要把水浇灌干渴之处 把河水浇灌干旱之地 我必把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把我的福降给你的子孙 他们要像从草中生长起来 又像溪水旁的柳树 这个必说 我是属耶和华的 那个也必以雅各的名称呼自己 另一个必亲手写上 我是属耶和华的 并且要以以色列的名字 替自己命名 耶和华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的救赎主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 再没有真神 谁向我呢 让他宣告 让他述说 又在我面前沉迷吧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子民 未来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 让他们把他们述说出来吧 你们不要惊慌 也不要惧怕 我不是老早就说了给你们听 告诉了你们吗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 除我以外 还有真神吗 没有别的磐石 我一个也不知道 制造偶像的人 尽都是虚空的 他们所喜爱的 都没有益处 他们的见证人 一无所见 一无所知 以致他们蒙羞 谁制造神像 或铸造偶像 不想得到益处呢 看哪 所有与他同伙的都必蒙羞 工匠也不过是人罢了 让他们都集合起来 都站立起来 让他们都惧怕 都一同蒙羞 铁匠先用工具在铁上雕刻 然后在火炭中加工 再用锤子把铁锤成形状 用它有力地绑壁锤成 他若饥饿就没有力量 他若不喝水就疲乏 木匠拉线用笔画出轮廓 用袍子刨平 用圆规画出模样 做成人的形状 有人一般的美丽 好住在庙里 他为自己砍伐香薄树 或选取鱼树和橡树 让它在树林中长起来 他栽种松树 让鱼水使它长大 人可以用这树做燃料 可以拿来生火取暖 又可以烧着烤饼 人竟然用它做神像敬拜 他做了雕刻的偶像 又向它叩拜 他把木头的一半 放在火里燃烧 在上面烤肉 吃了烤肉 并且吃饱了 就自己烤火取暖 说 哈哈 我暖火了 我看见火了 他用剩下来的一半 做了一个神像 就是他雕刻的偶像 他向他俯伏 向他敬拜 又向他祷告说 求你救我 因为你是我的神 他们并不知道 也不明白 因为耶和华 闭住他们的眼睛 使他们不能看见 塞住他们的心 使他们不能明白 没有人细心思想 也没有人有知识 有聪明说 我把木头的一半 放在火里燃烧 我也在炭火上 烘过饼 烤过肉吃 剩下的 我却用来 做了一个可赠之物 我要向木头叩拜吗 他所追求的 只是灰尘 被迷惑了的心 使他偏离正道了 他不能救自己 也不会说 在我的右手中 不是有个假神吗 雅各和以色列 要纪念这些话 因为你是我的仆人 我造了你 是要你做我的仆人 以色列 你必不会被我忘记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向蜜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 因为我救赎了你 诸天啊 你们要欢呼 因为耶和华 做成了这事 地的深处啊 你们要呐喊 群山啊 你们要发声欢呼 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啊 你们都当这样 因为耶和华 救赎了雅各 他要借着以色列 使自己得荣耀 你的救赎主 就是那在母胎中 就造了你的耶和华 这样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我是独自展开诸天 铺张大地的 我是说假话者的照头失效 使占卜者都变成愚昧人 我是有智慧的人后退 使他们的知识 并为愚拙 我使我仆人的话实现 使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我对耶路撒冷说 你必有人居住 对犹大的城镇说 你们要再被建造起来 至于其中的废墟 我必重建他们 我对深渊说 你干了吧 我必使你的江河干涸 我对古列说 我的牧人 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 他要对耶路撒冷说 你必被重建起来 他必对圣殿说 你的根基要奠定 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 我耶和华所高立的古列 我紧握着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松开列王的腰带 我使门户在他面前敞开 使城门不得关闭 耶和华对古列这样说 我必亲自领导你 把高低不平的路修平 同门我必打破 铁门我必砍断 我必把隐藏的宝物 和在隐秘处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 我就是按着你的名 呼召了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因我的仆人雅各 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 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 你虽然不认识我 我却给你这个尊贵的名号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的神了 除了我以外 并没有真神 你虽然不认识我 我必兼顾你 我要叫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地的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 没有真神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的神了 我造光 也造黑暗 我赐平安 也降灾祸 我耶和华是造成这一切事的 诸天啊 你们要从上低下公益 让云层降下公益 让大地裂开 生出旧恩 使公益一同生长 是我耶和华创造了这事 那与他的创造主争论的 有祸了 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片瓦片 泥土能对陶匠说 你在做什么 或你所做成的说 它没有手吗 那对父亲说 你生的是什么 或对母亲说 你产的是什么的 有祸了 以色列的圣者 造以色列的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可以问我将要来的事 关于我的众子和我手所做的 你们也可以吩咐我回答 我造了地 又造了人在地上 我亲手展开了诸天 又命定了天上的万象 我凭着工艺兴起了古列 我必修平他的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 释放我被掳的子民 不必用工架 也不用赏赐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这样说 埃及劳碌得来的 和古时所得之力 以及身量高大的西巴人 都必过来归你 也要赎你 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 向你俯伏 向你恳求说 神真的在你们中间 此外再没有别的神 没有别的真神 拯救着以色列的神啊 你实在是隐藏自己的神 制造偶像的都必蒙羞受辱 都要一同归于羞愧 唯有以色列 必靠着耶和华得救 得着永远的拯救 你们必不蒙羞 也不受辱 直到永远 因为创造诸天的耶和华 他是神 塑造大地 把大地造成 他建立大地 他创造大地 不是荒凉的 他塑造大地 是要给人居住 他这样说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的神 我没有在隐秘处 在黑暗之地说过话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过 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 我耶和华 讲说公义 宣扬正直 列国逃脱的人啊 你们要来集合 一同进前来 那些抬着木头做的偶像 像不能拯救人的神 祈求的 真是无知 你们述说吧 提出理由吧 让他们彼此商议吧 谁从古时使人听见这事呢 谁从上古把这事述说出来呢 不是我耶和华吗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拯救者 除了我以外 并没有别的神 全地的人啊 你们都要归向我 都要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的神 我指着自己启示 我的口凭着公义说出的话 绝不改变 万息都必向我跪拜 万口都要指着我启示 人论到我必说 只有在耶和华里面 才有公义和能力 向他发怒的 都必来到他面前 并且要蒙羞 以色列所有的后裔 都必靠耶和华得称为义 并要夸胜 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 比勒腐伏 尼波弯腰 巴比伦人的偶像 拖在走兽和牲口上 你们所抬的 现在都成了重担 成了疲乏的 牲畜身上的重负 他们一同弯腰 腐伏 不能保护重负 他们自己反倒被掳去了 雅各家 以色列家所有余圣的人 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你们自出母腹 就蒙我怀抱 自出母胎 就蒙我提息 直到你们年老 我还是一样 直到你们发白 我仍然怀抱你 我以前既然这样做了 以后我仍必提息你 我必怀抱你 也必拯救你 你们要把谁与我相比 谁与我相似呢 你们把谁与我比较 好使我们同等呢 那些从钱袋到处金子 用天平称银子的人 雇用金匠制造神像 他们向神像又俯伏又叩拜 他们把神像抬起来 扛在尖头上 然后把他安置在固定的地方 他就立在那里 总不离开他的本位 虽然有人向他呼求 他也不能回答 他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 你们当纪念这事 要坚定不移 悖逆的人啊 你们要留心思想 你们当纪念上古以前的事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的神 我是神 没有神像我 我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 从古时就述说还未做成的事 说 我的计划必定成功 我所喜悦的 我都必做成 我把智鸟从日出之地召来 就是把成就我计划的人 从远方召来 我不但说了 而且也要使我的话实现 我不但计划好了 而且也必实行 心里顽固的人啊 远离公益的人啊 你们要听我 我使我的公益临近了 必不远离 我的救恩 必不迟延 我要为以色列 我的荣耀 在西安 施行拯救 以赛亚书第47章 巴比伦的处女啊 你下来 坐在尘土中吧 贾勒迪的女儿啊 你坐在地上吧 没有宝座了 因为你必不再被称为 柔弱娇嫩的了 你要拿石墨去磨面 你要揭开你的帕子 脱去长裙 露出大腿 渡过江河 你的下体 必曝露出来 你的羞耻 要被人看见 我必报仇 不顾惜任何人 我们的救赎主 他的名字是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他说 迦勒迪的女子啊 你要静静坐下 进到黑暗中去 因为人不再 称你为列国之后了 我曾对我的子民发怒 使我的产业被亵渎 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 你却对他们毫无怜悯 你竟把你的恶 重重压在老年人的身上 你曾说 我必永远做王后 所以你不把这些事 放在心上 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 因此你这盈意安居的 现在要听这话 你曾心里说 只有我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我必不会寡居 也不会经历丧子的事 不料 丧子和寡居这两件事 竟在忽然之间 一日之内 要临到你身上 正在你多行邪术 竭力施符咒的时候 这两件事 就必都临到你身上 你向来 依靠自己的邪恶 说 没有人看见我 你的智慧和知识 把你引入了歧途 你心里说 只有我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 但灾祸 必临到你身上 你却不知道 它的来源 祸患必落在你身上 你却不能把它除去 毁灭 必忽然临到你身上 你却不知道 继续使用你 从幼年时 就劳碌失行的符咒 和许多的邪术吧 或者你可以得到益处 也许你能叫人站立 你因你许多的计划而劳累 现在让那些 划分天象的 观看星辰的 在月术时 所欲言的 都站起来 拯救你脱离 要临到你身上的事 看啊 他们必向碎街 火必要焚烧他们 他们不能就自己 脱离火焰的威力 这不是可以烤火取暖的火炭 也不是可以坐在 它面前的火 你所劳碌的事 都要这样与你无异 从你年幼时 与你交易的 也都必各奔各方 四处漂流 没有人拯救你 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 雅各家就是被称为以色列的 从犹大的水源出来的 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 却不是出于诚实和公义 提说以色列的神的 你们要听这话 他们被称为圣城的人 又依靠以色列的神 他的名字是 万君之耶和华 主说 先前的事 我从古时就预言过了 已经从我的口里说出来了 又说给人听了 我忽然行事 事情就都成就了 因为我知道你是顽固的 你的景象是铁的 你的鹅是铜的 所以我从古时就告诉了你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 我就说给你听了 免得你说 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做的 是我的雕像和铸像所命定的 你已经听见了 现在要注意这一切事 难道你不述说吗 从今以后 我要把新的事 就是你不知道的隐秘的事 告诉你 这些事是现在才造成的 并不是从古时就有的 在今天以前 你还未曾听见过 免得你说 看哪 这些事我早已知道了 你从来没有听过 也不知道 你的耳朵 从来未曾开通 我原知道你行事非常诡诈 你自出母他以来 就被称为叛徒 为了我的名的缘故 我暂时不发怒 为了我的名誉的缘故 我向你忍耐 不把你剪除 看哪 我熬练了你 却不像熬练银子 你在苦难的炉中 我拣选了你 为了我自己的缘故 我必做这事 我的名怎能被亵渎呢 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别人 雅各 我所呼召的以色列啊 您要听我的话 我就是那位 我是首先的 也是末后的 我的手奠定了大地的根基 我的右手展开了诸天 我一呼唤他们 他们就一同站着侍候 列国啊 你们都要集合起来听 他们中间有谁预言过这些事呢 耶和华爱他 他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 他的榜币也必击打迦勒敌人 我亲自说过 又呼召了他 我带领了他来 他所行的就必亨通 你们要就近我 当听这话 从起初 我就没有在隐秘处说过话 自从有这事情的存在 我就在那里 现在主耶和华 差遣了我和他的灵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教导你 使你得益处的 是在你当行的道路上 引导你的 但愿你一向都留心 听从我的命令 这样你的平安 就像河水滔滔 你的公义就如海浪滚滚 你的后义 必像海沙那么多 你腹中的子孙 要如沙利这样多 他们的名字 必不会被剪除 也不会从我面前消灭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 从迦勒底人中逃出来 你们要用欢呼的声音宣告 把这事说给人听 你们要把这事宣扬出去 直到地极 说 耶和华 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了 耶和华领他们走过荒野的时候 他们并不干渴 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 他裂开磐石 水就涌出来 耶和华说 恶人没有平安 以赛亚书第49章 众海岛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远方的万族啊 你们要留心听 我在母胎的时候 耶和华就呼召了我 我出母妇的时候 他就提了我的名 他使我的口如块刀 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 他又使我成为魔量的剑 把我藏在他的剑袋里 他对我说 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要借着你得荣耀 但我说 我劳碌是徒人的 我用尽气力是虚无虚空的 然而 我当得的功力是在耶和华那里 我的赏赐是在我的神那里 现在耶和华说 他自我还在母胎的时候 就造了我做他的仆人 好使雅各回转归向他 使以色列可以聚集 到他那里 我在耶和华眼中被看为尊贵 我的神是我的力量 你做我的仆人 使雅各众支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只是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 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 以色列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 对那被人藐视的 被本国憎恶的 被统治者奴役的 这样说 君王看见了 就必起立 领袖看见了 也要下拜 都因信使的耶和华 就是拣选了你的 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 耶和华这样说 在越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帮助了你 我要保护你 使你做人民的忠保 复兴那地 使人承受荒凉之地 做产业 对那些被囚地说 你们出来吧 对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说 你们现身吧 他们沿途必得未养 一切光秃的高筑 必成为他们的草场 他们必不饥饿 也不口渴 炎热和太阳 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那怜悯他们的 要引领他们 带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 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道路 我的大道都必被修高 看哪 有些人从远方而来 看哪 有些从北方 从西方而来 还有些从瑟尼姆地而来 诸天哪 你们要欢呼 大地啊 你当快乐 众山啊 你们要发声欢呼 因为耶和华 已经安慰了他的子民 也必怜悯 他受困苦的人 但喜安说 耶和华离弃了我 我的主忘记了我 妇人怎能忘记 他吃奶的婴孩 不怜悯他亲生的儿子呢 即使他们可能忘记 我也不会忘记你 看哪 我已经把你刻在我的掌上 你的城墙常常在我面前 重建你的要急速归回 那些毁坏你的 和那些使你荒废的 都必离你而去 你举目向四周观看吧 他们都集合到你那里来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要披戴他们 如同披戴装饰品 你要以他们做滑袋束腰 像心腹一样 至于你那些被毁坏 荒废之处和你那些被拆毁之地 现在给众人居住 必显为太狭窄了 那些吞灭你的都必远离你 你丧子以后所生的儿女 还要说给你听 说 这地方给我居住太狭窄了 求你给我预备地方居住吧 那时你心里必说 我既丧子 又不能生育 我是被掳的 又是被放逐在外的 谁给我生了这些孩子呢 谁把这些孩子养大呢 看哪 我独自一人被撇下 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向列国举手 我要向万民树立我的旗帜 我要把你的儿子都抱在怀中带来 把你的女儿都放在肩上背来 列国的君王要做你的养父 他们的王后必做你的保姆 他们必脸浮于地向你下拜 舔你脚上的尘土 那么 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那些仰望我的 绝不会羞愧 被抢去的 怎能从勇士手中夺回呢 被俘虏的 怎能从强暴者的手里救出来呢 但耶和华这样说 就是勇士所俘虏的 也可以夺回 强暴者所抢去的 也可以救出来 与你相争的 我必与他们相争 你的儿女 我却要拯救 我要使那些欺压你的人 吃自己的肉 他们必喝自己的血醉倒 好像喝了甜酒一样 那么所有的人都必知道 我耶和华是你的拯救者 是你的救赎主 是雅各的大能者 以赛亚书第五十章 耶和华这样说 我离弃了你们的母亲 修书在哪里呢 或者我的债主中 哪一个是我把你们卖了给她的呢 看哪 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 你们的母亲被离弃 是因你们的过犯 为什么我来的时候 没有人在呢 为什么我呼唤的时候 没有人答应呢 难道我的手太软弱 不能救赎吗 或是我没有能力拯救吗 看哪 我已斥责食海干涸 我使江河变成旷野 江河的鱼因污水发臭 因干渴而死 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 以麻布做他们的遮盖 主耶和华赐给了我 一个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 扶住疲乏的人 主每天清晨唤醒我 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样静听 主耶和华开启了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违抗 也没有后退 我把我的背给打我的人打 把我的腮夹给把我胡须的人拔 我并没有掩面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唾异 但主耶和华必帮助我 所以我必不羞愧 因此我板着脸好像坚硬的碎石 我也知道我必不会蒙羞 那称我为义的 与我相近 谁与我争颂呢 让我们一同站起来吧 谁是指控我的 让他就近我来 看哪 主耶和华帮助我 谁能定我有罪呢 看哪 他们都要向衣服渐渐破旧 蛀虫必把他们吃光 你们中间 谁是敬畏耶和华 听从他仆人的声音的 谁是行在黑暗中 没有亮光的呢 他该依靠耶和华的名 依赖他的神 看哪 你们点火的 用火把围绕自己的 都行在你们火焰的光里 都走在你们所燃点的火把中吧 这是你们从我手里所要得的 你们必躺卧在痛苦之中 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 追求公益 寻求耶和华的 你们要听我的话 你们要瞻仰那磐石 你们就是从起上凿出来的 你们要瞻仰那彩石坑 你们就是从其中挖出来的 你们要瞻仰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他们也要瞻仰那生你们的撒拉 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 我呼召了他 赐福给他 使他有很多子孙 耶和华必安慰西安 他要安慰他的一切荒场 使他的旷野像伊甸园一样 使他的荒地像耶和华的园子一般 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 感谢和歌声 我的子民啊 你们要留心听我 我的民族啊 你们要侧耳听我 因为训会必从我而去 我必建立我的叛词为万民之光 我的公益临近 我的拯救已经发出了 我的榜币审判万民 众海岛的人都要等候我 并且仰赖我的榜币 你们要仰观天空 俯视大地 因为诸天必向烟云消散 大地要向衣服渐渐破旧 其上的居民必向蒙虫死亡 但我的拯救却永远长存 我的公益也不会废去 认识公益 把我的训会存在心里的人民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你们不要怕人的辱骂 也不要因人的诽谤而惊慌 因为蛀虫必吃他们 像吃衣服一样 虫子必吃他们 像吃羊绒一样 但我的公益永远长存 我的拯救直到万代 耶和华的榜币啊 醒来吧 醒来吧 穿上能力吧 像古时的日子 像上古的世代一样醒来吧 从前砍碎了拉哈勃 刺透了海龙的 不是你吗 石海就是大云的水干涸 石海的深处 变为蒙救赎的人 经过之路的 不是你吗 耶和华所熟的人必归回 他们必欢呼着进入喜安 永远的快乐要临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忧愁叹息都必逃避 我 我耶和华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竟怕那会死的人 怕那被造如草的世人呢 你忘记了造你的耶和华 就是那展开诸天 奠定大地的根基的 又因那欺压着 准备行毁灭的时候所发的烈怒 你就终日不住惧怕呢 其实那欺压着的烈怒在哪里呢 被掳得快得释放了 他们必不会死 必不会下到阴间里 他们的食物也必不会缺乏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就是那搅动大海 使海中的波浪澎湃的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我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口里 用我的手引庇护你 好立定诸天 奠定大地的根基 对喜安说 你是我的子民 耶路撒冷啊 醒来 醒来 站起来吧 你从耶和华的手中 喝了他烈怒的杯 喝尽了那使人摇摇摆摆的绝 他所生的种子中 没有一个引导他的 他养大的种子中 没有一个扶持他的 荒凉与毁灭 饥荒与刀剑 这两样临到你 谁为你悲哀呢 谁能安慰你呢 你的种子昏倒了 在各街头上躺过 好像羚羊在网罗之中 他们饱藏了耶和华的烈怒 你的神的斥责 所以 你这困苦的 不是因酒而醉倒的 要听这话 你的主耶和华 就是为自己的子民 争辩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已经把那使人 摇摇摆摆的杯 就是我烈怒的绝 从你的手里挪去了 你必不再喝这杯 我必把这杯 放在那些苦待你的人的手里 他们曾对你说 你屈身俯伏 让我们走过去吧 你就以你的背 做陆地 做街道 任由他们踏过去 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 西安啊 你要醒来 醒来 披上你的力量 圣城耶路撒冷啊 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 因为未受割礼的 和不洁净的人 都再不得进到你那里去 伊路撒冷啊 抖下尘土 起来坐在位上吧 西安被掳的居民啊 解开你景象上的锁链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被卖是毫无代价的 你们被赎回 也必不用银子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的子民先前 曾下到埃及 在那里寄居 后来有亚述人 无缘无故地欺压了他们 现在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耶和华说 我的子民毫无代价被取去 统治他们的人大肆咆哮 耶和华说 我的名终日不住被藐视 所以我的子民 必认识我的名 因此到了那日 他们就必知道 说这话的就是我 看哪 是我 那传福音 宣布平安 传美好的福音 宣布救恩 又对西安说 你的神做王了的 他的脚踪在山上 多么的美 听啊 你守望着的声音 他们都扬起声来 一同欢呼 因为耶和华 归回西安的时候 他们必亲眼看见 耶路撒冷的废墟啊 你们要发声 一同欢呼 因为耶和华 安慰了他的子民 救赎了 耶路撒冷 耶和华在万国的眼前 显露他的圣壁 地级的人 必看见我们神的拯救 你们要离开 要离开 要从那里出来 不要触摸 不洁净的东西 扛抬耶和华 弃命的 你们要从巴比伦城中出来 要自洁 你们出来 不必着急 你们行走 也不必奔逃 因为耶和华 要走在你们前面 以色列的神 必做你们的后盾 看啊 我的仆人 必行事亨通 他必受尊崇 被高举 成为至高 许多人怎样 因你而惊奇 因为他的容貌 毁损得不像人 他的形状 毁损得不像是人 照样 他也必是 多国的人精益 君王要因他 闭口不言 因为从未向他们 述说过的事 他们必看见 他们从未听过的 他们要明白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 耶和华的绑壁 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 如嫩芽生长起来 像根出于干旱之地 他没有家行 也没有威仪 好叫我们仰慕他 他也没有美貌 使我们被他吸引 他被藐视 被人拒绝 是个多受痛苦 熟悉病患的人 他像个被人 颜面不看的人一样 他被藐视 我们也不重视他 原来 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 被神击打和苦待了 然而 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 为了我们的罪孽 被压伤 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 夹在他身上 因他受了病伤 我们才得医治 我们众人都如羊 走迷了路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 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虐待 受痛苦的时候 他并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 又像羊 在剪羊毛的人面前 急染无声 他也是这样 不开口 他受拘禁 和审判以后 被带走 至于他那个世代的人中 有谁想到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被击打 是因我子民的过犯呢 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 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 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 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若以他的性命 做赎罪计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得享长寿 耶和华所喜悦的 必在他手中横通 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 必看见光明 并且心满意足 我的义仆 必使许多人 因认识他 而得称为义 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 所以 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 他必与强盛的均分掳物 因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却担当了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 不能生育 没有生养过孩子的 你要欢呼 没有生产过的 你要发生欢呼 高声呼喊 因为弃父比有夫之父 有更多儿子 这是耶和华说的 要扩张你账目的地方 伸展你居所的帽子 不要限制 要拉长你的绳索 兼顾你的角子 因为你要向南向北扩展 你的后裔 必占有列国之地 又是荒废了的城镇 有人居住 不要惧怕 因为你必不致蒙羞 也不要暴愧 因为你必不致收入 你必忘记你幼年时的羞愧 也不再纪念你寡居时的耻辱 因为造你的 就是你的丈夫 万君之耶和华 是他的名 救赎你的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被称为全地的神 因为耶和华召唤你 如同召唤被离弃 心灵忧伤的妻子 就是幼年时索取 却被弃绝的妻子 这是你的神说的 我只是暂时离弃你 却以极大的怜悯 把你召唤回来 在怒气长意的时候 我暂时向你掩面 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你 这是耶和华 你的救赎主说的 这是对我就好像 挪亚时代的洪水一般 我怎样启示 不再使挪亚时代的洪水 漫过大地 我也照样启示 不向你发怒 也不斥责你 虽然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 必不从你身上挪开 我和平的约 也必不迁移 这是怜悯你的 耶和华说的 受困苦 被风飘荡 不得安慰的 你看 我要用彩色的石头 安置你的基石 以蓝宝石奠定你的根基 又用红宝石做你的城楼 用红玉做你的城门 用各种宝石做你四周的围墙 你所有的儿女都必受耶和华的教导 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你必因公义得以建立 你必远离欺压 你必无所惧怕 你也必远离惊吓 因为惊吓 必不会临近你 看哪 必有人起来攻击你 但那不是出于我 攻击你的 必因你扑倒 看哪 那吹炭火 打造出和用武器的铁匠 是我创造的 那残害人 行毁灭的 也是我创造的 为攻击你而制成的武器 都没有效用 在审判的时候 兴起来与你争辩的舌头 你都必定他为有罪 这是耶和华 众仆人的产业 他们的义 是从我而得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唉 口渴的人啊 你们都就进水来吧 没有银钱的 你们也要来 买了就吃 你们要来 买酒和奶 不用银子 也不用付代价 你们为什么用银子 去买那不是食物的呢 为什么用你们 劳碌得来的 去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 就可以吃美物 使你们的心灵享受肥干 你们要侧耳而听 要到我这里来 你们要听 就可以存活 我必与你们立永远的约 就是应许赐给大卫的 那确实的慈爱 看哪 我已经立了他 做万族的见证人 为万族的首领和司令 看哪 你要招聚你不认识的国 那些素来不认识你的国 也必奔向你 都因耶和华你的神 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 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 你们要趁着耶和华 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趁着他靠近的时候呼求他 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去自己的意念 回转过来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怜悯他 你们当回转过来 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他大大赦免人的罪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 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怎样从天上降下来 不再返回天上 却灌溉大地 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结石 使撒种的有种子 吃的人有粮食 从我的口所出的话也必这样 必不突然返回我这里 却要做成我所喜悦的 使他在我差遣他去做的事上 必然横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 平平安安蒙淫道 大山小山都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欢呼 田野所有的树木也都拍涨 松树要长起来代替荆棘 番石流要长起来代替吉利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 做永远不能废掉的记号 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持守公平 实行公益 因为我的拯救快要来到 我的公益快要显现了 谨守安息日 不亵渎这日 保守自己的手不做任何恶事 这样行的人和坚持这样做的人 是有福的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族人不要说 耶和华必把我从他的子民中分别出来 被阉割了的人也不要说 看哪 我是一棵枯树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 拣选我所喜悦的事 持守我的约 被阉割了的人 在我的殿中和在我的墙内 我要赐给他们有纪念 有名号 比有儿女更好 我必赐给他们永远不能废掉的名 至于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族人 我要侍奉他 爱耶和华的名 做他的仆人的 就是谨守安息日 不云赐这日 又持守我的约的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是他们在属于我的祷告的殿中喜乐 他们的梵祭和祭品 在我的祭坛上必蒙悦纳 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族祷告的殿 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人的 说 在以色列这些已经被招聚的人以外 我还要招聚别的人归给他们 田野的百兽啊 你们都来吃吧 林中的百兽啊 你们都要这样 我的守望者都是瞎眼的 都没有知识 他们都是哑巴狗 不能废 只会做梦 躺卧 贪爱睡觉 这些狗十分贪吃 不知饱足 他们是牧人 但什么都不明白 他们都偏行自己的道路 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 他们说 来吧 我去拿酒 让我们痛饮烈酒吧 明天必像今天一样 而且比今天还要盛大和风盈 以赛亚书第57章 一人死亡 没有人放在心上 虔诚人去世 也没有人明白 一人去世 是脱离了祸患 行事为人正直的 死后必得进入平安 在他们的坟墓里 想安息 但你们这些巫父的儿子 奸夫和妓女的后裔啊 你们都走进这里 行奸淫吧 你们戏弄谁呢 你们张大嘴巴 伸长舌头戏弄谁呢 你们不是悖逆的孩子吗 不是虚晃的后裔吗 你们在橡树林中 在清脆树下浴火焚心 在山谷间 在盐穴里 宰杀自己的孩子做寄生 在山谷中光滑的石头里 有你的份 只有他们是你所要得的份 你也向他们交了奠计 献上了贡物 这些事我岂能容忍不报复呢 你在高高的山上 安设你的床榻 又上到那里去献祭 你在门后 在门框后 安设了外族神的记号 你远离了我 裸露了自己 就上床去 又扩张你的床 你也与他们立约 你爱他们的床 看他们的下体 你带着油走到君王那里 并且加多了你的香料 拆排使者到远方去 你甚至自己下到阴间去 你因路途遥远而困乏 却不说 没有希望了 因为你找着了生命的力量 所以你不觉得疲倦 你怕谁 你因谁而惧怕 以致你对我说谎呢 你不纪念我 也不把我放在心上 是不是因为我长久兼末 你就不惧怕我呢 我要说明你的公义 和你所做的 但他们都必与你无异 你呼求的时候 让你所收集的偶像 拯救你吧 但一阵风 要把他们全都刮走 一口气 要把他们全部吹去 然而那投靠我的 必承受地土 得着我的圣山做产业 必有人说 你们要填高 要填高 要修平道路 把障碍物 从我子民的路上除掉 因为那至高无上 永远存在 他名为圣的这样说 虽然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 却与心灵痛悔 和谦卑的人同在 要是谦卑人的灵苏醒 也是痛悔人的心苏醒 我必不永远争辩 也不长久发怒 因为这样 人的灵 就是我所造的人 在我面前就要发昏 因他贪婪的罪孽 我发怒了 我击打他 向他掩面 并且发怒 他仍然随着自己的心意被盗 他的道路我看见了 我却要医治他 引导他 把安慰赏赐他和他的哀悼者 我创造嘴唇的果子 平安 平安 归给远处的人 也归给近处的人 耶和华说 我要医治他 恶人却像翻腾的海 不能平静 海中的水不住 翻起污秽和淤泥来 我的神说 恶人必没有平安 以赛亚书第58章 你要张开喉咙呼叫 不可停止 你要提高声音 像吹号叫一样 你要向我子民宣告他们的过犯 向雅各家臣民他们的罪恶 他们天天寻求我 乐意明白我的道路 好像行义的国民 不离弃他们神的功力 他们向我求问公义的叛语 又喜欢亲近神 他们说 为什么我们进食 你不看呢 为什么我们刻苦挤身 你不理会呢 看哪 你们在进食的日子 仍然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 弃压为你们做工的人 看哪 你们进食 结果是吵闹和打架 用凶恶的拳头打人 你们不要像今天这样的进食 使你们的声音 可以听闻于天上 使人刻苦自己的日子 这样的进食 是我拣选的吗 难道只是叫人 垂头像一根尾子 用麻布和炉灰 铺在下面吗 你可以称这是进食 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 我所拣选的进食 不是这样的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锁链 解开恶上的绳索 使被压迫的获得自由 折断所有的恶吗 不是要把你的食物 分给饥饿的人 把流浪的穷困人 接到你的家里 见到赤身露体的 给他衣服蔽体 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 而不顾虚吗 这样 你的光就必突然发出 像黎明的曙光 你的伤口就必快快复原 你的公义就必行在你的前面 耶和华的荣耀要做你的后盾 那时你求告 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 他必说 我在这里 你若从你中间除掉欺压人的恶 除去指责人的指头和恶毒的言语 你的心若顾念饥饿的人 使困苦的人得到饱足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升起来 你的幽暗必如日中天 耶和华必常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 使你的心灵饱足 使你的骨头坚强有力 你必像有水源浇灌的园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你的子孙必重建久已荒废之处 你必重建历代拆毁了的根基 你要成为修补破口的人 重修路径给人居住的人 因安息日的缘故 你若转离你的脚步 在我的圣日不做你喜欢做的 你若成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成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你若尊重这日不做自己的事 不寻求自己所喜悦的 或不说无畏的话 你就必以耶和华为乐 我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用你祖雅各的产业喂养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 看哪 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 以致不能拯救 他的耳朵不是不灵 不能听见 而是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 使他颜面不顾你们 不听你们的祷告 因为你们的手沾满了血 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 你们的嘴唇说虚晃的话 你们的舌头讲出凶言 没有人按公义求告 没有人凭诚实争辩 他们都依靠虚无 说虚晃的话 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罪孽 他们所孵化的是毒蛇的蛋 他们所结的是蜘蛛的网 吃了他们的蛋就一定死 蛋破了就孵出腹蛇来 他们的网不能做衣服 他们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 他们所做的是罪孽的作为 他们的手里满是强暴的行为 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他们急于流无辜人的血 他们的思想都是邪恶的思想 他们的行径全是破坏和毁灭 平安的路 他们不认识 在他们的行径中 没有公平 他们为自己使道路弯曲 行在其上的都不认识平安 因此 公平远离我们 公义赶不上我们 我们指望亮光 不料却是黑暗 我们指望光明 却行在幽暗中 我们摸索墙壁 好像瞎子一样 我们摸索 如同没有眼睛的人一般 我们在中午跌倒 有如在黄昏跌倒一样 我们在肥壮的人中 好像死人一般 我们都咆哮如雄 悲鸣像鸽子 我们等候公平 却没有公平 指望拯救 拯救却离我们很远 因为我们的过犯 在你面前增多 我们的罪作证控告我们 我们的过犯 与我们在一起 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孽 就是背逆 否认耶和华 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 说欺压和背道的话 心里怀着谎言 随即说出来 公平被迫后退 公义站在远处 诚实在街上跌倒 正直不能进入 诚实缺乏 远离恶事的人 反成为略物 耶和华看见了 就看这为恶事 因为一点公平也没有 他见无人行善 无人带求 就非常诧异 所以他用自己的绑币 为他施行拯救 以自己的公义扶持他 他穿上公义的铠甲 戴上救恩的头盔 穿上复仇的衣服 披上热心做外袍 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 施行报应 把烈怒降与他的敌人 把报应加给他的仇敌 向众海岛的人 施行报应 这样 人从日落之处 必敬畏耶和华的名 从日出之地 也必敬畏他的荣耀 仇敌向河水冲来的时候 耶和华的气 必向他催逼 必有一位救赎主 来到西安 来到雅各家中 那些转离过犯的人那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至于我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 我夹在你们身上的灵 和我放在你口里的话 必不离开你的口 不离开你后裔的口 也不离开你后裔的后裔的口 从现在直到永远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第六十章 西安娜 起来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已升起来照耀你 看哪 黑暗遮盖大地 有暗遮蔽万民 但耶和华要升起来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 万国要在你的光中行走 列王必在你如旭日出生的光辉中行走 你举目四面观看吧 众人都聚集来到你那里 你的儿子都要从远方而来 你的女儿都必被怀抱而来 那时你看见了 就必有光彩 你的心又惊讶又宽敞 因为大海的财富都必转来归你 列国的财富也都归你 成群的骆驼必遮盖你的地 米殿和乙法的小骆驼 要盖满你的国境 世巴的人都必带着黄金和乳香来到 并且宣扬赞美耶和华的话 击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那里 倪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 他们必陷在我的祭坛上 成为蒙悦纳的祭品 我要荣耀我荣耀的殿 那些像云彩飞来 像鸽子飞回潮里的是谁呢 众海岛的人都必等候我 踏实的船队领先 把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 都一起从远方带来 都为了耶和华你的神的名 又为了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 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 外族人要重建你的城墙 他们的君王都必服侍你 虽然我曾经在烈怒中击打了你 现在我却在恩典中怜悯你 你的城门必常常开 日夜都不关闭 使人把列国的财富带来归你 他们的君王也都被引导而来 不侍奉你的邦或国都必灭亡 那些邦国必全然荒废 黎巴嫩的荣耀必来归你 就是松树、山树和黄阳树都一起归你 我要装饰我圣所之地 我要使我踏足之处得荣耀 那些素来苦待你的人 他们的子孙都必屈身来到你那里 所要藐视你的都要在你的脚下跪拜 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 以色列圣者的喜安 你曾经被撇弃、被憎恨 以致无人经过你那里 但我要使你成为永远被夸耀的 成为万代的喜乐 你要喝万国的奶 又损猎王的乳 这样你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拯救者 是你的救赎主 雅各的大能者 我要带来黄金代替铜 带来银子代替铁 铜代替木头 铁代替石头 我要立和平做你的官长 立公益做你的监督 在你的国中必不再听见强暴的事 在你的境内也不再听到荒废和毁坏的事 你必称你的城墙为拯救 称你的城门为赞美 白天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 晚上月亮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 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 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 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 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 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必要终止 你的人民都必成为义人 永远得地为业 他们是我栽种的嫩芽 我守所做的工作 使我得荣耀 最小的要成为一族 为弱的要成为强盛的国 我耶和华必按着定期速速做成这事 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高了我 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 拆遣过去医治伤心的人 向贝鲁地宣告自由 向贝求地宣告释放 宣告耶和华月纳人的喜年 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悲哀的人 为喜安悲哀的人穿上装饰 赐给他们华冠代替灰尘 喜乐油代替悲哀 赞美衣代替沮丧的灵 他们必称为公义的橡树 是耶和华栽种的 好使他自己得着荣耀 他们必重建久已废弃的荒场 建立先前荒凉之地 重修荒废了的城镇 就是历代荒凉之处 那时外人要服侍你们 慕放你们的羊群 外族人要做你们的农夫和葡萄园丁 至于你们 却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 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人 你们要享用列国的财富 因得着他们的荣耀而夸耀 你们必得加倍的份 代替你们所受的羞愧 他们因自己所得的份而欢呼 代替羞辱 所以在他们的境内 他们必拥有加倍的产业 他们必有永远的喜乐 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 恨恶不易地抢夺 我要凭真理赏赐他们 与他们立永远的约 他们的后裔 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 他们的子孙在万民中也必这样 看见他们的 都必承认他们是 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着我的神快乐 因为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 给我披上公义的外袍 好向新郎戴上华冠 又向新娘佩戴装饰 地怎样发生苗芽 园子怎样使所种地生长起来 主耶和华也必怎样使公义和赞美 在万国之前生长出来 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 为了习安的缘故 我必不接默 为了耶路撒冷的缘故 我绝不静止 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 他的救恩向明灯发亮 列国必看见你的公义 众王必看见你的荣耀 人要给你起一个新名 是耶和华亲口指定的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做美丽的冠冕 在你神的掌上要做君王的华官 你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 你的地也必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你的地也要称为有丈夫的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也必有丈夫 因为年轻人怎样娶处女 那建造你的也必怎样娶你 新郎怎样因新娘欢乐 你的神也必怎样因你欢乐 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的城墙上设立了守望的人 他们昼夜都不接默 提耶和华知名的 你们不要静止 你们也不要让神静止 直至他建立耶路撒冷 等到他使耶路撒冷在地上 成为受人赞美的城 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 和他大能的绑壁启示说 我必不再把你的五谷 给你的仇敌做食物 外族人也必不再喝你 劳碌所得的新酒 唯有那些收割的人 可以吃五谷 并且赞美耶和华 那些收集的人 可以在我圣所的院子里 喝新酒 你们要经过 要从城门经过 预备人民的道路 你们要填高 要填高大道 要捡去石头 向万民树立旗帜 看啊 耶和华曾向地级的人宣告说 你们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啊 你的拯救者来到了 他给予人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施予人的报应在他面前 人必称他们为圣洁的子民 为耶和华买赎回来的人 你也必称为被爱慕的 不被遗弃的城 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 那从以东 从波斯拉而来 身穿赤红色的衣服 装扮华丽 能力强大 大步前行的是谁呢 就是我 是凭着公益说话 有大能拯救的 你的服装为什么有红色的呢 你的衣服 为什么像个踹鸭酒池的人的衣服一样呢 我独自踹九槽 万民之中没有一人与我同在 我在愤怒中把他们踹下 在烈怒中把他们践踏 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 我把我所有的衣裳都攘污了 因为报酬的日子早已在我的心里 我救赎的年日早已经来到 我观看 但没有人帮助 我诧异 因没有人扶持 所以我用自己的绑壁 为我施行了拯救 我的烈怒扶持了我 我在愤怒中践踏万民 在烈怒中使他们沉醉 又把他们的血倒在地上 我照着耶和华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提说耶和华的慈爱 耶和华可称颂的是 和他赐给以色列家的大福 就是照着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 为他们做成的 他曾说 他们真是我的子民 不行虚假的儿子 于是 在他们的一切苦难中 他就做了他们的拯救者 他不再是敌对者 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了他们 他以自己的爱和怜悯救赎了他们 在古时的一切日子 他背负他们 怀抱他们 可是他们竟然背逆 是他的圣灵忧伤 所以他转作他们的仇敌 亲自攻击他们 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 就是摩西和他的人民的日子 说 那把人民和他羊群的牧者 从海里领上来的 在哪里呢 那把自己的圣灵 降在他们中间的 在哪里呢 那使自己荣耀的绑壁 在摩西的右边行走 那在他们面前把水分开 为要建立永远的名的 他在哪里呢 那带领他们走过深海 像马走过旷野一样 是他们不置跌倒的 在哪里呢 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了安息 好像牲畜下到山谷 你也这样引导你的人民 为要建立荣耀的名 求你从天上垂顾 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 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在哪里呢 你爱心的同情和怜悯 向我止住了 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 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 但你是我们的父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父 从亘古以来 你的名字就是我们的救赎主 耶和华 你为什么使我们走错 离开你的道路 使我们的心刚硬 不敬畏你呢 求你为你众仆人的缘故 为你产业的各支派的缘故 回心转意吧 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着你的圣所 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了你的圣所 我们成了好像你从未治理过的人 又像未曾得称为你名下的人 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 愿你列天而降 愿群山都在你面前震动 好像火烧着干柴 又像火把水烧开 使你的敌人认识你的名 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 你行了可谓的事 是我们料想不到的 那时你降临 群山都在你面前震动 从古时以来 人未曾听过 耳未曾闻过 眼未曾见过 在你以外 还有什么神 能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 你善待那些喜欢行义 在你的道路上纪念你的人 看啊 你曾发怒 因为我们犯了罪 这样的情形已经很久 我们还能得救吗 我们众人都像不洁净的人 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众人都像叶子枯干 我们的罪孽 好像风一般把我们吹去 没有人呼求你的名 没有人奋起抓着你 因为你掩面不顾我们 使我们在自己罪孽的权势下融化 耶和华 现在你还是我们的父 我们不过是泥土 你才是陶匠 我们众人都是你手所做的 耶和华 求你不要大发烈怒 不要永远纪念罪孽 求你垂看我们 我们众人都是你的子民 你的圣城变了旷野 西安成了旷野 耶路撒冷成了荒场 我们那圣洁和荣美的殿 就是我们的列祖赞美你的所在 被火烧了 我们所喜爱的一切都成了废墟 耶和华 对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 你仍然坚默不言 使我们受苦到极点吗 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 没有求问我的 我让他们寻找 没有寻找我的 我让他们遇见 没有呼求我民的国 我对他们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整天向着悖逆的子民伸开双手 他们随着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道 这人民常常当面惹我发怒 在园中献祭 在砖坛上烧香 坐在坟墓之间 在隐秘处过夜 吃猪肉 他们的器皿中 有不解之物做的汤 并且对人说 你站远一点 不要接近我 因为我会使你圣洁 主说 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 是整天烧着的火 看啊 这都写在我面前 我必不坚默不言 我非报应不可 我必报应在他们的怀中 我要同时报应你们的罪孽 和你们列祖的罪孽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他们曾在山上烧过香 在钢铃上讥笑过我 我必把他们以前所行的 量在他们的怀中 耶和华这样说 人怎样发现 雷雷葡萄中有辛酒的时候 就说 不要毁灭它 因为有好处在里面 我因我的众仆人的缘故 也必照样而行 不把他们全都毁灭 我要从雅各中领出后裔 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 我拣选的人 必承受那地为业 我的众仆人 必在那里居住 沙伦平原 必成为羊群的牧场 雅各谷 要成为牛群躺卧之处 都为那些寻求我的子民所得 但至于你们 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的 忘记我的圣山的 为迦德神摆设沿席的 给迷泥神 盛满调和之久的 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 你们众人都要屈身被杀 因为我呼唤 你们不回答 我说话 你们都不听 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拣选我不喜悦的事 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的众仆人必有吃的 你们却要饥饿 看哪 我的仆人必有喝的 你们却要口渴 看哪 我的仆人必要欢喜 你们却要蒙羞 看哪 我的仆人必因心里高兴而欢呼 你们却要因心中伤痛而哀叫 因灵力破碎而哀嚎 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 做我选民的咒语 主耶和华必杀死你们 必用另外的名 去称呼他自己的仆人 所以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 必凭着真实的神求福 在地上启示的 必凭着真实的神启示 因为先前的患难都已经被人忘记了 也从我的眼前隐藏了 看哪 我要创造新天新地 先前的事不再被人纪念 也不再涌上心头了 你们要因我所创造的永远欢喜快乐 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成为快乐 是他的居民欢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快乐 因我的子民欢喜 他们中间必不再听到哭泣的声音 也不再听到哀嚎的声音 那里必再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 也没有不满数数的老人 因为百岁而死的人 仍算是年轻人 有活不到百岁而死的人 算是被咒诅的 他们必建造房屋 住在其中 他们必栽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他们不建造 由别人来居住的房屋 他们不栽种 由别人来享用的葡萄园 因为我的子民的日子 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的选民 必充分享用 他们亲手做工得来的 他们必不突然老路 他们生孩子不再受惊吓 因为他们都是 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也跟他们一样 那时 他们还未呼求 我就应允 他们还在说话 我就垂听 豺狼必与羊羔在一起吃东西 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 蛇必以尘土为食物 在我圣山的各处 他们都必不作恶 也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 耶和华这样说 天是我的宝座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在哪里为我建造殿雨呢 怎样的地方才是我安息的所在呢 耶和华说 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造的 所以他们就有了 以下这种人是我要垂顾的 就是谦卑 心灵伤痛 因我的话而战精的人 宰牛献祭又杀人 献羊羔维祭又打折狗的景象 献上宿祭又献上猪血 烧乳香做纪念祭 又称颂虚无之神 他们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 他们的心里喜悦他们那些可憎恶的事 所以我也必选择迷惑他们的事 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身上 因为我呼唤你们 却没有人回答 我说话你们都不听 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选择我所不喜悦的事 因耶和华的话而战精的人啊 你们要听他的话 他说 你们的兄弟就是那些憎恨你们 因我的名赶走你们的 曾说 愿耶和华得荣耀 让我们看见你们的喜乐 他们却要蒙羞 听啊 有喧嚷的声音出自城中 有声音出于殿里 这是耶和华向他的仇敌 施行报应的声音 习安没有脚痛就生产 疼痛没有临到他身上 就生了一个男孩 像以下账的事 谁曾听过呢 像下面这些事 谁曾见过呢 一地之民能在一天之内就产生吗 一国的人能在一时之间就生下来吗 但习安一脚痛就生下的儿女 耶和华说 我既然使他临盆 又怎能不使他生产呢 你的神说 我既然使他生产 又怎能使他避胎不生呢 所有爱慕耶路撒冷的人啊 你们都要与他一同欢喜 都要因他快乐 所有为耶路撒冷哀悼的人啊 你们都要与他一同尽情欢乐 好使你们能在他那安慰人的怀里吃奶得饱 使你们能从他丰盛的荣耀里挤奶而吃 满心喜乐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平安达到他那里 好像江河一样 使利过的财宝达到他那里 如同仗义的河流一般 你们要损奶 你们必被抱在怀中 扶弄在膝上 人怎样受他母亲的安慰 我也怎样安慰你们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得安慰 你们看见了 就心里快乐 你们的骨头 必像嫩草一样长起来 耶和华的手 必向他的仆人显现 他必向他的仇敌发怒 看哪 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 他的战车好像旋风 他要以猛烈的怒气施行报应 用火焰施行斥责 因为耶和华必用火和刀剑 在所有的人身上施行审判 被耶和华所杀的人必定很多 那些自己分别为圣 又洁净自己 进到园里 在园中一个跟一个 吃猪肉 老鼠和可赠之物 他们都必一同灭亡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意念 我要来聚集万国万族 他们都必来看我的荣耀 我要在他们中间施行神迹 从他们中间差遣 所有逃脱的人到列国去 就是到他师 普勒 善于拉宫的路德 土巴和亚丸 以及从未听过我的名声 从未见过我的荣耀的 遥远中海岛 他们必把我的荣耀 传扬在列国中 他们要从万国中 用马 用车 用轿 用骡子 用独风陀 把你们所有的兄弟 都送到我的圣山 耶路撒冷来 做贡物献给耶和华 好像以色列人 用洁净的器皿 把贡物送到 耶和华的殿一般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我也必从他们中间 取些人 做祭司 和做立位人 耶和华说 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 怎样在我面前留存 你们的后裔 和你们的名字 也必怎样长存 将来每逢月朔 每逢安息日 所有的人 都必来在我面前敬拜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他们要出去 观看那些 背逆我的人的尸体 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 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他们必成为 所有人恨恶的东西